第1221章仙打死在说道里 他的修为境界如他所料 一直在跌落之中 而肉身则在不断进步 越来越强横惊人 安清先王得天独后 乃是先王之中第一强者 周身乃是先天先经之经所著 服以先道烙印周身 将自己打造成为 仙界最强的人形法宝 他的肉身无人能及 而现在 江南却在慢慢接近安清先王 江南在肉身修炼之上 本身便拥有其他人难以契及的长处 他已先道融合了混沌古神的功法 和鸿蒙大道培养肉身 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如今在服以距离古神的功法和大道 终于让他的肉身达到极限中的极限 要知道 无论是混沌古神还是距离神族 都是史上肉身最为强大的种族 柔和两者之常 可以想象他的肉身 会成长到何等的境地 这期间仙界中各种事故不断 变得热闹起来 各路新人涌现 挑战老一辈 为即将到来的仙界原始之地热身 仙界的许多古老存在各有算计 秘密培养了许多年轻强者 此刻放出来 着实让仙界震撼了一次 两宫的仙君门下各有俊杰涌现 除了清尚和松原二人 还有了不得的天才人物 比如龙罗菩提仙君麾下的年轻真仙龙罗普尊 乃是龙罗菩提的爱子 血统极高 从仙宫中走出之后 以真仙大圆满的境界挑战空襄仙王 将空襄重创 龙罗普尊与松原同出一门 并称双结 不过两人似乎不合 龙罗普尊扬言要与松原一战 松原却始终不曾露面应战 而玉京仙君门下也有高手出现 名叫玉林子 也是一位厉害人物 据说是玉京仙君与一位女仙王之子 玉林子已经是仙王境界 玉林子前往东云十四周 与东云仙王等人做谈论道 虽未交手 但一番论道下来 他的见识让东云十四周的仙王 佩服不已 最终其他仙王哑口无言 唯有东云仙王能够与他论道 虽然最后这番论道玉林子败北 但是东云仙王却对他赞不绝口 认为玉京仙君虽然儿女很多 但出类拔萃的人很少 而玉林子的出现 让玉京仙君后继有人 还有须阿仙君爱女 须阿孟杰 一个如梦般的女子 景悦女君门下的女弟子金轩 也是一位女子 但金国不让须美 散人之中则有元玉仙王 是散仙之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而八仙王麾下也有诸多强者涌现 乃是仙天仙玉中诞生的仙天神灵修成真仙 实力极为强大 比龙罗普尊等人也丝毫不弱 如今的仙界越来越热闹 甚至连钟秀秀等人也跑出去凑热闹 惹得仙界风波不断 然而这并非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真正引人注目的 则是大魔头摩天仙王走出无人区 遭到龙罗菩提先君的阻击 两人在仙界边陲大战 震惊当事 摩天遭到重创 落败退走 返回无人区 龙罗菩提先君也身负重伤 没有乘胜追击 这一战引起诸多强者的关注 让人看到摩天惊人的战力 虽然不是先君 但却可以伤到先君 实在惊人无比 让人对他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认为他才是先王之中的第一人 再过不久便可以修成先君 也有人说 摩天在血统上 比龙罗菩提还要高 乃是最接近混沌龙祖的存在 可能是混沌龙祖的一父子 因此才会被龙罗菩提所忌惮 摩天居然从无人区中跑出来了 江南听闻这个消息 也是小小的惊讶了一下 却没有做过多联想 心道 这尊凶神怎么会如此冒失 难道他不知道 他只要跨出无人区一步 便会被龙罗菩提感知到麻 不过此人的确厉害 竟然能将龙罗菩提也给疾伤 只怕的确是混沌龙祖一脉中 血统最高的一个 不知道范范的血统比他熟高熟低 江南这些日子没有去留意自己的两个道童 不过当他神世扫过仙玉时 不由发现了一件怪事 玲珑小道童居然在与一群已精化形的仙兽 和仙天神灵论道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奇怪 范范虽然被我点化 但灵智并未完全开化 只能说范范等简单的词语 怎么如今却开了灵智 能与这些灵智早开的仙兽和仙天神灵论道了 江南好奇 召来玲珑小道童 问了此事 那小道童眨眨眼睛 催生生道 我前几日修炼 突然就开了灵智 知道了许多事情 江南哑然 笑道 你撒谎时候的样子 很有我从前的风范 说实话吧 玲珑小道童无奈 这才食言相告 道 前几日 我与老巷等人出去玩耍 想抓来几个真仙养着慢慢吃 不过却碰到一个胸口流血的汉子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好不吓人 胸口流血的汉子 江南心中凛然 摩天仙王 他不是回到无人区疗伤去了吗 怎么出现在我玄天仙玉附近 他到底要做什么 玲珑小道童继续道 那胸口流血的汉子与我是同族 我以为他要吃我们 他却说与我大有渊源 给我开了灵志 每天要我出去找他 传授我仙道和混沌龙祖一脉独有的功法 原来如此 江南和颜悦色 微笑道 你寻了葛师傅 开启灵志 教化诸多仙兽和仙天神灵 这是好事 何须瞒我 玲珑小道童连忙道 那人不让我说 若是没有他的吩咐 我哪里敢瞒住老爷 江南摆手 笑道 你多了葛师傅 我也替你高兴 你下去吧 玲珑小道童松了口气 转身退下 江南微微皱眉 低声道 龙罗菩提先君麾下的弟子 都拥有混沌龙祖的血脉 摩天仙王返出龙罗新宫时 杀了不知多少族人 显然是对混沌龙祖一脉恨意极深 认为所有族人都背叛了他 他怎么会如此好心去教导玲珑 没过多久 玲珑小道童飞出旋天仙玉 偷偷溜了出去 沿着山路飞驰 飞出醋意里地 接近无人区的地方突然降落 在一个草庐前落下 躬身道 师父 我来了 一尊魁梧高大的仙王从草庐中走出 目光落在玲珑道童身上 露出几分温柔 正是兄民远波的无人区盗匪之首的摩天仙王 摩天仙王的气势极为恐怖 恶念滔天 尽管身负重伤 但体内依旧爆发出惊人的煞气 不过他的目光落在玲珑道童身上时 却变得罕见的温柔 道 很好 我昨日传你的龙祖太息大法 你三悟了几分 玲珑道童也是一个无法无天之辈 对摩天仙王滔天的恶念和煞气丝毫也不畏惧 道 已经三悟了两成 两成 很不错了 摩天仙王审声道 龙祖太息大法 乃是我觉醒血脉力量之后三悟出的混沌龙祖的绝学 龙罗菩提仙君想要得到这门功法很久了 但是他的血脉不纯 始终无法领悟 只要你修炼这门功法 你的血脉力量会渐渐觉醒 慢慢地接近真正的混沌龙祖 玲珑道童眼睛亮了 笑道 真正的混沌龙祖 很强麻 混沌龙祖 乃是混沌中诞生的存在 是可以与不空与先帝先尊争锋的强者 你说强不强 摩天仙王哈哈大笑 突然猛烈咳血 傲然道 只要你觉醒哪怕一丝的力量 你都会成为仙界中顶尖的存在 那个玄天教主 居然敢将你当成作祭 真是胆大包天 只要你觉醒了血脉力量 你就可以轻而易举打倒他 将他巡浮 当成你的作祭 摩天仙王气势放荡不羁 魔法乱武 谁说只可以仙人骑龙 不可以龙骑仙人 我龙祖一脉 不但要骑仙人 而且还要骑玄天这样的神祖 方能彰显我们的身份 玲珑道童摇头道 玄天老爷带我极好 将我孵化 抚养我长大 我怎么能骑他 理错了 摩天仙王森然道 没有人会真正的带你好 只有你的父母 你的妻人才会真正的带你好 人心狡诈 其他人都是利用你 暗害你 甚至会利用你的欺人害你 让你伤心 让你万念俱灰 心中只想杀 杀尽所有人 玲珑 你要记得 除了父母欺人 天下无人不可杀 你不能相信任何人 那个玄天教主也不例外 也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大恶人 也可以杀 玲珑道同心中震惊万分 连忙摇头道 别人可杀 但老爷不行 他对我恩重如山 我没有父母 他在我心中如父如母 你若是这样教我 那我还是不学了 如父如母 摩天仙王脸色一沉 大口咳血 冷冷道 你可知你真正的父母 听到这话会如何伤心 突然 他抹去嘴角的血迹 猛地抬头 看向空中 冷笑道 玄天教主 我知道你躲在那里 出来吧 虚空晃动 一位面色带着病态的苍白的年轻书生脉步走出虚空 降落在草炉前 咳了一口血 虚弱地笑道 摩天道兄 这样教导小孩子可不好啊 我怎么教导是我的事情 要你来管 摩天仙王气势越来越强 眼睛越来越明亮 煞气和恶念如同仙海翻到空中 新鲜海之水泼下 柚子大口吐血 面目阴冷道 如父如母 父母这个词神圣无比 不可以被这等人物糟蹋 玲珑 今日我便替你娘亲宰了她 摩天道兄 你教我道同工法 我很是感激 江南脸色也阴沉下来 冷冷道 不过叫她如何做人的道理 你还不够资格 仙人 仙人 没有人字只是一座山 如何成仙 道兄 还是让我先教你怎么做人 摩天仙王哈哈大笑 突然剧烈咳嗽 吐血 凉酒方止 冷笑道 做人 呸 人心狡诈 坏透了心肠 我龙祖一脉高贵无比 难道还要放低身段去做什么卑微的物种 卑微的物种 江南哈哈大笑 笑道一半也被咳血取代 涂了几口血 冷笑道 这世间没有卑微的物种 只有卑微的心灵 若是不努力奋发 就算是纯正的混沌龙族也会没落 若是努力奋发即便是一株草一只蝼蚁 都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存在 摩天 你的心灵已经卑微扭曲了 这就是你这么多年还未突破成为先君的原因 下次再遇到龙罗菩提 你还会败 全天病夫 你遭到重创 不是我的对手 我本不屑杀你 但你扭曲玲珑的观念 今日你必须要死在这里 摩天病夫 你的伤势比我还重吧 你放心 我不杀你 只将你镇压在悬天仙玉 让你好好学学怎么做人 两人都是有伤在身 你咳嗽一声 我吐了口血 还未交手便一服行将毙命的样子 血量两对立 气势越来越强 越来越爆裂 玲珑道人叹了口气 道你们两人伤成这样 能不能不打 好好坐下来 谈谈道理多好 先打死他 再跟他说道理 摩天仙王怒吼 肉身暴涨 终于动手 第1222章一根指头粘死你 摩天仙王与龙罗菩提先军一战 胜负重创 法力所剩不多 不过也远比江南浑厚 这一番暴起 肉身猙獰 将混沌龙族的血脉力量提升到极致 混沌龙族乃是史前混沌时期的一尊巨头 也是混沌神魔 摩天仙王说习可以与不空和地尊媲美 固然有些夸张 但是混沌龙族的实力也不可否认 是仅次于这三人的数一数二的强者 不过混沌龙族的运气比较倍 并没有活到开天辟地的那一刻 据说在一场混沌深处的动乱中 混沌龙族生死盗销 尸身被埋在混沌深处 无论龙罗菩提还是摩天仙王 亦或是其他龙族 都是他的后裔 两人都曾经打算搜寻混沌龙族的尸身 但始终没有找到 这尊龙族 是所有龙族的祖先 而且也是一尊战斗狂人 他是混沌神魔 肉身被锤炼到极致 而且肉身神通也被他修炼到极致 与人战斗时如风如狂 即便是那个时期的许多古老的存在 都不愿意与他正面冲突 而摩天仙王的龙族太习大法 便是唤醒血脉中的记忆 将混沌龙族的神通和战斗意识唤醒 战斗起来 简直如同龙族复生 其疯狂之处 甚至连龙罗菩提先君也会被他重创 摩天仙王身躯一晃 以掌为印 以印阳起 轰碎五重虚空 将仙界第五虚空的威力印在掌中 向江南狠狠盖下 混沌五重天 这正是混沌龙族所开创的一种肉身神通 其神通强大之处 便是与掌中练出混沌五重天 一指一重天 五重混沌相连 威力大的不可思议 摩天仙王的实力 还没有达到练就混沌五重天的地步 因此他借助的是仙界五重虚空 将五重虚空的力量蕴藏在一掌之中 从而达到惊人的威力 好神通 江南抬头看向这一掌 眼睛不由亮了 身躯一摇 全身法力突然如潮水般退去 彻底融入肉身之中 他的肉身也自暴涨 如同一尊具灵骨神从始前走来 对摩天仙王的这一掌隐尸而不见 一拳向摩天轰去 灵破镜 这一世神通简简单单 没有复杂的变化 而且名称也没有丝毫霸气之感 但却是距零五道途中的一种战力极强的神通 能够将全身的大道激发 全身的力量聚集在一点 摩天仙王的混沌五重天狠狠盖在江南头顶 江南的灵破镜也一拳轰在摩天仙王的脑袋上 只听轰隆轰隆两声俱响 江南被盖入脚下的这座大山山体之中 只留下一个深深的大洞 而摩天仙王倒飞出去 面孔扭曲 他的脸如同一盆发面被狠狠地揣入一拳 像四周膨撞一般 他被打飞不知多远 再倒在地 连帆带滚簇十周这才停下 随即身形一闪 下一刻便回到这座山上 而与此同时 江南头破血流 从地底飞出 显然也极为不好受 龙祖三连斩 摩天仙王以手为刀 斩向江南的脖子 第一斩时 江南感觉到自己的喉骨被震碎 第二斩时 他的脑袋几乎被切下来 而摩天仙王的第三斩并没有降临 便已经被江南几乎将他的手臂扯下来 两人的肉身显然都强大无比 战斗起来大开大合 但是诡异的是 他们神通虽然精妙 但却是只攻不守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以伤换伤 以命搏命 很快 两人身上各自剑伤 山顶处鲜血四剑 碎骨乱飞 两人肉身的复原能力也是极为惊人 打起来不要命 但肉身上的伤势也很快复原 让他们的战斗力始终处在巅峰状态 若是其他建了这场战斗 肯定要大大摇头 因为仙人的法力神通和法宝的精妙 在这两人身上根本没有半点体现 但是 两人的攻击力却惊人无比 其他任何存在建了都会心头震撼 只见他们任何一击 都会将虚空撕裂 击碎 甚至将仙界五重虚空击破 带来虚空中微能 那些仰仗法宝和法力神通的仙人 很难想象有人居然能将肉身提升到这种程度 居然能将肉身神通炼到这种高度 玲珑道童已经不再劝说两人霸斗 而是站得远远的 坐在空中观战 全天 你的确有些本事 摩天仙王哈哈大笑 攻势更加猛烈 力声道 不过你的错误便是 你没有寄托道果 我能感觉到你的道果就藏在你体内的一件法宝之中 你道果负伤 只要急杀了你 短时间内你无法从道果中复活 你便难逃死路 江南将聚零武道途中的神通发挥到极致 举手投足开天辟地 一动一镜皆是神通 冷笑道 摩天 你的道果也在自己体内吧 杀了你之后 你以为你的道果能够逃脱我的镇压 两人大开大河 全脚剧烈碰撞 镇得四周的虚空不断崩塌 脚下的这座仙山很快被镇得扶苏 化作鸡粉 摩天仙王将江南一拳击飞 撞入一座仙山之中 他如影随形 紧跟而至 刚刚降落 还未抓住江南 便见一只大手扣住自己的脑门 狠狠向山石摁下 轰 这座仙山被撞塌了半边 江南另一只手起 化作拳头 一拳轰在他的后脑勺上 一声巨震 整座仙山崩塌 乱石崩飞 距临踏地 江南抬脚 向乱石中心重重踩下 突然一只大手猛地从乱石中探出 抓住他的脚踝 将他抡起 重重砸下 大地裂开 竟然被砸出一道道惊心动魄的大篝祸 身达数千丈 摩天仙王抡起在砸 突然手中一空 只见江南肉身急速苏小 从他的掌控中逃脱出去 随即身形一晃 又自化作一尊巨灵神人 狂风暴雨般攻来 两人早已受伤 此刻以肉身碰撞 伤势更重 龙阻展天势 占临时级 全天 你没力气了吧 这一急是在给我挠痒痒麻 摩天 你快死了吧 手脚软绵绵的 想给我垂背麻 一座山头飞起 被两人生生打上半空 随即炸开 他们二人已经杀入无人区中 引起一片混乱 只见成片成片的大山崩塌 森林被移为屏蔽 不过这场战斗还是到了尾声 两人如同血人一般 全脚越来越无力 原本可以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肉身神通 在两人的手中变得软绵绵没有力量 两人气喘吁吁 终于扑通一声双双倒地 若非老子身受重创 你岂是我的对手 摩天仙王呼呼喘着粗气 嘴里蹦出血墨子 咬牙道 他满嘴的牙齿被打得只剩下两三颗 而且还是破得 呼呼漏风 战斗到这一刻 两人的肉身几乎都耗尽的能量 即便肉身受损 短时间内也无法恢复 让两人的脉香不佳 甚至可以说惨不忍睹 江南也好不到哪里去 吐出一口碎牙 冷笑道 听你这意思 好像我便没有受伤似的 摩天仙王冷笑道 你的确受伤了 不过并不像传言中的那么重 传言中你的伤势最多只能让你使出两三成的实力 而现在 以我之见 你可以使出七成的实力 可见人心狡猾 你的心肠是何等险恶 而我才是只能使出两三成的实力 若是你我都是全胜状态 我两根指头便能捏死你 江南信心道 大家都是受伤 哪有什么轻重之分 你还不是被本教打的屁滚尿流 摩天仙王哈哈大笑 笑道一半涌出的鲜血呛到喉咙里 咳嗽连连 宁笑道 屁滚尿流 是我将你打的屁滚尿流才对吧 两人躺在地上 依旧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渐渐火起 便又要挣扎起身 玲珑道同连忙飞过来 笑道 你们两人都已经这样了 还要打 玲珑闪开 我要用两根指头捏死他 摩天仙王躺在地上 颤巍巍地伸出两根指头 恶狠狠道 江南伸出一根指头 指头战斗不已 我一根指头 便能将你像脸蚂蚁一样撵死 摩天大怒 玲珑 把我搬过去 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撵死我 玲珑道同无奈 将他搬过去 江南伸出指头撵着摩天的脑壳 嘴里不停道 撵死你 我撵死你 全天 你没力气了吧 摩天宁笑 颤抖着伸出两根指头 去捏江南 我捏死你 最终谁也没能奈何谁 两人大眼瞪小眼 瞪了半晌 江南突然笑道 摩天道兄的本事 的确胜过我良多 你猜得没错 我剩下七成实力 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遭到重创 道兄能以两三成实力将我打成这样 将某字溃服辱 摩天先王沉默片刻 笑道 实不相瞒 我虽然只剩下两三成的实力 但是肉身却还处在巅峰状态 教主能将我打成这幅惨样 摩天也佩服万分 真先境界 便拥有这等恐怖的肉身 神道教主 果然令人敬畏 江南伸出一只手 摩天先王犹豫一下 也探出一只手 两只手掌握在一起 两人相互搀扶 晃晃悠悠站了起来 道兄 令郎在我这里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江南看了看玲珑道童 又看了看摩天先王 突然笑道 摩天先王愕然 师生道 你知道玲珑是我儿子 玲珑道童也是错愕非常 师生道 老爷 他便是我爹 江南笑道 我这人非常谦虚 从来不认为我在血脉之上的造诣 是天下第一 不过我认天下第二的话 也无人敢认第一 摩天道兄被我急伤得一刹那 我便感应到玲珑的血脉是出自你身上 自然知道他是你的儿子 摩天先王大怒 贺道 那你还打 你要打 我当然奉陪 江南微笑道 而且 道兄你的确被仇恨扭曲了道心 乱了心神 否则以你的底蕴 早该挣得先君了 与你打一场 说不定能让你重启雄风 恢复到往日的那个摩天先王 摩天先王沉默 江南一瘸一拐地向远处走去 笑道 我去疗伤 你们父子慢慢聊 第1223章诸天舞漏道 江南走到远处 终于走不动了 家夫而坐 即起破碗 取出一些鲜艳恋化疗伤 而摩天先王与玲珑道同也各自坐了下来 父子二人脸色复杂 摩天先王声音低沉 向玲珑道同提起往事 从他和强威相遇 行下强威骨神 两人互生感情讲喜 这个男人不太善于言辞 和自己儿子说起往日的事情 有些结结巴巴 但是声音厚重 让人过耳难忘 摩天先王说到龙罗仙宫中 自己的遭遇 龙罗菩提将强威骨神打回原形 恋成一朵强威花 自己挖心反叛 以花带心 大杀四方 杀出龙罗仙宫 他又提起自己去搜寻玲珑的下落 得知崇阳真先将他抱走 躲过龙罗仙宫的学习 而崇阳在追杀中丧命 玲珑也不知所踪 他以为自己的爱子也死了 万念俱灰 这些年来唯一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力量 便是寻龙罗菩提报仇血恨 当年你娘怀你的时候 我曾经憧憬摩天仙王面色温柔 回忆起从前 这尊令人闻风丧胆闻名色变的魔王眼神 有如爱脸中的男女一般令人动情 低声道 憧憬着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在一起 过着小日子 我教导你修炼 把你培养成蒸蒸铁骨的男儿 你娘亲在一旁笑着看着 有时候他也会下场 他是混沌骨神 很是厉害的 我有时候做梦 还会梦到这幅场景 只是我看不到你的面孔 父子二人低声交谈 玲珑道同向他说起自己的遭遇 他在卵中时便有了自己的意识 那时他被后土仙王门下的仙人捡到 当成普通的仙卵送给后土仙王 后土仙王也没有加以详查 顺手就将他送到下界 送给江南 后来江南在进入仙界的途中 遭到结束 利用雷海将他孵化 他这才得已诞生 到了仙界 他跟随江南经历了各种奇妙的际遇 还有了一个好友叫蛤蟆道人 他的话极多 不知不觉间摩天仙王停止说话 而是倾听 听玲珑道同说起自己经历的那些趣事 摩天心中的煞气和恶念在不断减弱 这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 过了两久 摩天仙王突然笑道 你随我走吧 我们父子一起驰骋无人去 将来斩了龙罗菩提 为你娘亲报仇 玲珑道同犹豫了片刻 回头看了看正在远处疗伤的江南 咬牙道 我不随父亲一起去了 我要留在玄天仙玉 摩天仙王闻言 脸色不由一尘 突然又展颜笑道 你留在玄天仙玉却也不错 玄天教主这思虽然形容讨厌 但他的话并没有说错 我这些年的确被仇恨蒙蔽了到心 以至于这些年进步不大 若是你跟着我 多半会被我的戾气传染 无法将你教导成为我当年想让你成为的人 他转身离去 挥了挥手 悠然道 我会时不时回来见你 看看你的修为静静 咱们父子就在这里见面 免得被龙罗菩提骚扰 以告诉玄天 他若是没有好好教导你 我便狠狠地教训他 打得他屁滚尿流 玲珑道同目送他远去 直到消失不见 这才转身飞到江南身边 江南肉身的伤势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 只是法力还未恢复 江南看他一眼 笑道 你父亲与你相遇之后 性情已经与从前大为不同 只是他没有发现他的改变而已 以我之见 恐怕再过不久 他的心境便会恢复 正道仙君也就不会远了 玲珑 你要常与他见面 他的道心恢复速度才会加快 玲珑道同点头 跟随江南返回旋天仙玉 之后的一段时间 玲珑道同经常进入无人区中 与摩天仙王见面 果然如江南所说的那样 摩天仙王虽然对龙罗菩提的恨意不解 但已经不再像从前那般偏激 从前的摩天仙王总是阴沉着脸 认为天下人都背叛了他 天下无人不可杀 乃是一等一的大魔头 大魔王 这正是被恶念控制蒙蔽了道心的征兆 而现在 摩天仙王见到了玲珑道同 被江南典名父子关系 激起了摩天心中的父爱 无形之中恶念便在不断流失 他的积累实在太雄浑 早已到了可以正道仙君的程度 只是恶念太盛 无法磨灭恶念正道 如今与自己的儿子相逢相知 终于让他得到了正道仙君的契机 不过若是没有江南与他一番争斗 点化 摩天仙王只会继续一路错下去 甚至连玲珑道同也会被他带入歧途 成为一个魔头 摩天同意让玲珑道同继续跟着江南 也是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自己的儿子跟着江南的确要比跟着自己更有前途 全天仙玉中 江南一边修炼新原始大罗经之余 一边三言始前据零武道徒 试图从中领悟出更高深的功法 而得自哈道人口中的那块始前强者碎片 他也开始研究 试图从这始前强者的道果碎片中 三物初心的始前大道 嗯 这道果中的始前大道 好像与佛门有些类似 但却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江南细细三言这块道果碎片 顿时精神一震 发现许多有趣之处和不解之处 新道 传闻 当今的佛道乃是从遥远的远古流传下来 即便是佛门的开创者清华先王 也是得到远古的启发 开创了佛门 难道这个远古 指的是始前 可惜的是 这枚道果碎片中的始前大道 已经流失的七七八八 只剩下支离破碎的道果符文中 还记载着少量的讯息 仅凭这点讯息 江南也无法将始前大道推演出来 教主 这枚沙门天君道果碎片 你从何处得来的 江南拿着这枚道果碎片去请教兵连圣母 这尊始前的天君立刻来了精神 孝道 这枚史前道果碎片中蕴藏的大道属于另一个始前时代 名叫沙门时代 修炼的是诸天无漏道 意思便是说 诸天大道无漏 便可以度过极灭节 永恒不灭 江南心欢怒放 孝道 子府藏葛老奶奶 果然 兵连圣母恶狠狠道 臭小子 老娘年方二八 你在张口闭口老奶奶 老娘便不告诉沙门的诸天无漏道的奥义 江南连连道歉 兵连圣母这才放过他 道 沙门时代在我妖族时代之前 可惜的是 诸天无漏道也没能度过那场极灭节 这些沙门强者的大道还是漏了 道果漏得一塌糊涂 死得精光 我在妖族时代时也曾探索过沙门时代的遗迹 对此有所研究 这些家伙虽然无法度过极灭节 但诸天无漏道还是有极为强大的地方 江南连忙虚心请教 兵连圣母道 沙门强者都是苦行僧一般的人物 很少修炼法宝 他们的道果十分强大和恐怖 他们根本不寄托道果 因为他们的道果能够做到诸天无漏 就算敌人能够击杀他们 也无法击碎他们的道果 你若是早点领悟出诸天无漏道 道果便不会被人伤到本源了 江南心中围动 思索道 清华先王便是从沙门时代的大道中 三悟出先道的一大分支 佛道福门 难道说他也修成了诸天无漏道 道果无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清华先王也是一尊十分可怕的人物 修炼诸天无漏道的人 很难被杀死 如果那的清华先王修炼了诸天无漏道 那么就算是先君 心意间也修想炼化他的道果 并连圣母道 不过这枚道果碎片 其中的大道被极灭节化去 而道果中的精华也已经流失 应该是化作了未圣药之类的宝物 道果已经没有了多大的用处 教主 你若是将这道果碎片交给我 让我用来修补自己的道果 我便将我领悟的诸天无漏道传授给你 成交 江南爽快万分 孝道 两人当即交换 兵连圣母将自己研究的诸天无漏道传授给他 江南也将这块道果碎片送入子府之中 交给壁挂连圣母的道果炼化吞噬 兵连圣母得到的诸天无漏道并不全面 只是诸天无漏的很少一部分 但也非同小可 江南细细三言之下 不由赞叹不绝 史前沙门强者在道果之上的确有着非凡的造诣 道果无漏 无人能伤 若是我早早地修成诸天无漏道 安清先王想要伤我 根本没有可能 江南突然想起一事 顾不得三言诸天无漏道 向兵连圣母问道 道友 你掌控仙天摇情这么多年 是否三悟了仙天摇情中蕴藏的不灭大道 兵连圣母咯咯笑道 教主 你想得到先天法宝中的先天不灭大道 江南点头 他曾经试着领悟先天不灭灵光中的大道 但是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兵连圣母既然是天君 眼界见识都远超于他 多半能够将先天法宝中的不灭大道领悟出来 我领悟不出 兵连圣母声音传来 道 先天不灭大道乃是道君之上的大道 其实这么容易便能三悟出来的 道君之上的大道 江南思索道 这么说来 八先王三悟先天不灭灵光 只怕是一无所获了 先王也想三悟不灭灵光 兵连圣母扑吃笑道 再给他们几亿年 他们也休想三悟出什么东西 江南纳闷道 八先王不是在三悟先天不灭灵光 那么他们这些年在做什么 兵连圣母笑道 或许他们也有可能是打算将自己的道果 寄托在先天不灭灵光中 江南精神一阵 连忙问道 道友 先王可以将自己的道果寄托在先天不灭灵光中 第1224章道君转世 如果是完整的先天法宝 他们便无法寄托道果了 如果只是先天法宝被打碎化作的先天不灭灵光 异常强大的先王也是可以寄托道果的 兵连圣母的道果飞出他的子府 围绕他上下飞舞 道 想要将道果寄托在完整的先天法宝之中 没有天君的实力无法办到 江南急忙道 道友 你觉得我能否将道果寄托在先天不灭灵光之中 道果寄托先天不灭灵光 对他极为重要 江南至今也不曾寄托道果 与安清先王相争 他被安清先王伤到道果 而上次与摩天先王争斗 摩天先王也说其感应道 他的道果就在体内的一件法宝中 可见 江道果藏在先天不灭灵光的道身中 并不安全 对于安清摩天这等存在来说 灭掉他的道果并不困难 即便道果寄托在先天先欲之中 也并非是绝对安全 无论这道还是其他大道 都有对付道果的手段 可以穿透先天先欲 甚至先天法宝之中 也有奇特的法宝 能够射杀道宫中的道果 可以说 在先天法宝面前 道宫也并不安全 唯有将道果寄托在先天不灭灵光中 才算是安全一些 当然 也是无法与先天法宝抗衡 他早就想将道果寄托在不灭灵光中 只是一直以来苦于不知该如何寄托 而宾连圣母的口气 寄托不灭灵光似乎也并非没有可能 不由让他大喜过望 宾连圣母笑道 教主 你如今比不上八先王 而且道果被伤到本源 即便我告诉你 你也无法寄托道果 性戒原始之地 我必然可以突破成就先王 那时我便可以将道果寄托 江南审圣道 还请道友教我 宾连圣母的道果停留在他的面前 咯咯笑道 教你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你拿什么来报答我 江南想了想 咬牙道 以身相许行不行 宾连圣母的道果恼羞成怒 暴跳如雷 连连撞击他的脑壳 以身相许 呸 老娘又不是色呸 老娘天生丽质天香国色 若是小男人 只要勾勾手指头比你英俊千百倍的男子 都能从这里排到史前 老娘先前说与你双修 只是联系你的性命 你还真当真了 瞧你那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好像你做出多大的牺牲似的 江南被他撞的额头肿起一个葛大包 那那道 圣母淡定 既然以身相许不行 那么你想要什么 兵连圣母的道果又在他的脑壳上重重地撞了一下 这才罢手 道 我若是复生 修为实力必然战时是比不上全盛时期 你需得做我的护法 免得让我遭劫 江南松了口气 笑道 道友 只要你不自己做死 谁会来杀你 放心 做你的护法只是小事 我答应了 兵连圣母也是松了口气 道果中神事波动 将一门极为深奥的寄托法门传授与他 江南细细查看 只觉这门寄托之法的确高深莫测 只要道果复原 正的先王 便必然可以将道果寄托在先天不灭灵光中 不由大喜 笑道 你从史前妖族时代存活到现在 能有什么仇家 有仇家也早就死光了 只要我正的先王 便可以横扫所有先王 即便是先君轻易也不能奈何我 我在史前的仇家 的确有两个 兵连圣母的道果中传来一个心虚的声音 江南顿绝不妙 兵连圣母道 先天谣情原本便是他们先发现的 极灭节降临时 他们二人在争夺先天谣情 我趁着他们争斗的当人 趁机将自己的道果寄托在谣情中 这两人对我穷追猛打 幸好极灭节蔑视 两人联手对抗极灭节身影 不过这两个老怪物对我恨意极深 将自己的大木座落在我旁边 把我家在中间 这两个老家活死而不僵 把我困在禁区中 摩咒两个时代 长达110多一年之久 江南纳闷道 道友 他们两人度过一次极灭节尚且罢了 但是他们如何度过摩咒两个时代的极灭节的 这就是无人区的妙用了 兵连圣母道 无人区中 埋葬了的是一个葛时代的最强者 这些人死而不僵 即便是极灭节也无法将无人区彻底毁灭 你们仙道时代的地和尊很厉害吧 但是也无法将无人区开辟出来 化作仙界 江南突然想起一事 急忙问道 你是怎么从禁区中逃脱 进入仙海冰魄的 兵连圣母更加心虚了 道 前不久 我发现禁区禁锢的力量变得不弱 这才逃了出来 我离开时 发现那两个老怪物已经出了禁区 将自己的一退留在妖族禁区之中 多半已经在仙界中转世了 他们已经转世了 江南投大如豆 两个妖族时代的老怪物离开禁区 转世到了仙界 他们被兵连圣母抢了先天摇晴 肯定对这女人恨之入骨 兵连圣母转世 他们必然会让这女人遭结 这两个老怪物 生前是天君吧 江南定了定神 问道 他们若是天君的话 岂能从极灭节中存活下来 这两个老怪物 都是道君 他们比我转世的早 估计如今已经是仙界中了不起的存在了 教主 今后且身便指望你了 兵连圣母心虚的很 居然自动降低地位 自称且身装可怜了 江南无语 更加头大 兵连圣母连两尊妖族道君的东西都敢抢 实在是做死的一把好手 不过在极灭节爆发时 任何人都面临着死结 在死亡的威胁下 兵连圣母做出这等胆大包天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果然 姐姐说的没错 女妖精们都是不可相信的 江南栩栩吐出一口浊气 这两尊妖族道君 一个叫做天荒道君 一个叫做无邪道君 以我之见这两人肯定会融入到仙界之中 将妖族时代的大道与仙道结合 做仙界妖族的道祖 兵连圣母道 你们仙界八仙王中有葛沟臣仙王 也是道祖 不过仅仅是神道的道祖 与天荒和无邪相比 就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不在一个档次 江南叹了口气 突然又自振奋精神 笑道 能够与转世的道君处在同一个时代 真是幸运 我也想见世间是 我与转世后的道君的差距 你有这个斗志便好 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兵连圣母毫不留情地打击他 道 道君乃是大道之君主 掌控一个时代的大道 你现在连仙道都没有完全理解透彻 若是遇到同境界的道君 只怕你会吃个大亏 现在我只能指望天荒和无邪二人的修为境界比你低了 这样你才能为我护法 而不是被他们两人打死 江南战役熊熊 笑道 不打过一场 怎么便知道我不如他们 兵连圣母不再说话 又飞入她的眉心子府之中 继续炼化史前沙门强者的道果碎片 显然她对江南的信心不大 未雨绸缪 准备让自己的道果恢复一些 免得与天荒和无邪两位转世的道君重逢后被他们干掉 帝和尊消失之后 什么妖魔鬼怪都跳出来了 先是万昼道君 神母道君 现在又跳出天荒道君和无邪道君 仙界看来是越来越乱 难以安宁了 江南也感觉到紧迫 兵连圣母说的没错 转世的道君在同境界上的确可能超越她一筹 因为道君转世 必然要重修史前大道 还要掌控新时代的先道 身具两大时代所长 其强大和恐怖之处 自不必说 江南见过重伤未死的万昼道君 若是没有破碗 他和凤仪根本不是万昼道君的对手 那时的万昼道君并未转世重修 而是继续修炼昼道 而且处在重伤状态 竟然练就先王级的咒道多达万道之多 可见道君的强大之处 不过 江南也并非一无所长 他的原始大道兼备了先道 不空 咒道 史前神道 聚灵大道和一部分妖族大道的精华 虽然都只是片面的大道 但合在一起也极为恐怖 在不久之后 只怕仙界必有大动荡 群魔乱舞 如今还是先保住性命 提升自己的实力再说 他静下心来 修炼沙门时代的诸天无漏道 诸天无漏道乃是沙门时代的强者开创 用来对付极灭节的法门 包括元神无漏 肉身无漏和道果无漏三大体系 修成之后也是极为强大 肉身元神和道果无漏无缺 战斗时没有半点精气流逝 也不会被负面情绪影响 永远地保持在全胜状态 兵连圣母得道的并不全 也是片面的大道 不过也可以大大增强 道果的防御力 不再像从前那般脆弱 若是早点得到诸天无漏道 我也不会像从前这般狼狈了 江南修炼诸天无漏道 过了年余时间 总算有所成就 不过南郭先翁和道王 习应勤等人还是没有 从无人屈中归来 让他也不禁焦躁起来 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而在此刻 无人屈中的妖族禁区中 习应勤 落花音和星光等人几经生死 终于闯入禁区的核心 众人呆呆地看着前方 只见一尊无比庞大的妖族强者 失身处在禁区的中心 弥漫着无比强大的气息 将他们镇压的半点修为 也无法使出 幽地难难道 使前妖族时代的强者肉身 这么强的气势 难道他身前比仙君还要厉害 仙君 南郭先翁冷笑道 仙君能有他一根指头厉害 便算是不错了 这是一尊道君的遗退 是跟地和尊差不多的存在 落花音眼睛不油亮了 若是能够扛走的话 第1225章我见过他 道君的肉身 咱们这些人夹在一起也扛不起来 而且这尊道君的肉身旁边 肯定不满了静志 不让人亵渎他的身体 道王摇头道 如果这尊道君未死 而是已经转世 我们冒犯其肉身的话 那就是不知多大的因果了 习硬情点头道 如果他生前是与地和尊一样厉害的人物 那么他留下的布置一定也极为惊人 以我们的实力 的确难以收走这具肉身 任先天上下打量这尊史前妖族道君的肉身 他也是妖族 妖族道君的肉身对他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叹息道 难道只能入宝山空手而归 南郭仙翁笑道 岂能空手而归 道君的肉身虽然动不得 但此地其他的宝物还是不少的 这尊道君将其肉身放在这里 一定是转世去了 也就是说 这里除了这具道君危险之外 其他的凶险我们都可以破开 落花音眼睛亮了 你的意思是说 南郭仙翁黑黑笑道 把这里的所有宝贝人 通通搬空 只给他留下一具肉身 道王连忙道 还要找一找有没有女妖精 以及史前的双修功法 众人兴致勃勃 近区最为危险的便是道君这等存在的意识 而这尊妖族道君已经转世 那么最大的危险便已经消失 凭着他们这些人的实力 还是有极大的危险 稍有不慎便会陷落在此 不过将此地的宝物搜刮进半 却还是能够做到的 众人千辛万苦 小心翼翼破开一道道静置 但也遭遇了诸多危险 遇到许多强大的史前魔怪的攻击 道君已经拥有造化万物众生的实力 是造物主可以创造生灵 比如地和尊开天辟地 便从虚空中造物 创造了如今的无数各种族 这尊妖族道君创造了诸多妖族时代的史前魔怪 守护自己的大墓 保卫自己的宝藏 留待自己归来 想要夺得宝藏 并不容易 不要斩了这头母妖精 请下来留给子川 落花鹰看着前方的一头母牛腰 兴高采烈道 习应勤等人看着眼前这头旗壮无比 五大三粗 牛脚可以切开虚空 蹄子能够踩踏仙山的母牛 一个隔额头冒出冷汗 这个 教主只怕不太喜欢吧 他到过遭到重创 还想挑三解四 落花鹰意气风发 挥手道 由不得他不与这头母牛双修 拿下了 过了半年之久 他们总算将这片禁区走了大半 寻获了不知多少天才地宝 还有诸多史前的法宝 以及一些妖族传世的功法秘卷 甚至这里还有许多灵药 虽然不如史前圣药 但药力也极为惊人 灵药终结出史前妖族大道 甚至有些大道竟然是先王级别 一珠珠灵药 宛如一尊尊先王般强大 甚至可以拔地而起 有如仙人般战斗 公是灵力诡异 收取这些灵药时 也让他们大废手脚 这些人甚至捉了几头母妖精 准备运回去给江南双修用 落花鹰姓氏淡淡地表示 为了子川的性命 即便是动用强迫手段 也要逼他与女妖精们双修 众人看着这些五大三粗的妖精 一个个冷汗滚滚 习应情皱眉道 至今还未寻到双修的法门 只有母妖精也是没用 南郭仙翁眨眨眨眼睛 呵呵笑道 我知道在这个禁区旁边 还有一座禁区 也是埋葬着一尊妖族道君 而这两座禁区中央 则是一个史前妖族天君的禁区 咱们去那里转一转 说不定能够寻到妖族的双修之法 只能如此了 众人离开这片禁区 在南郭仙翁的率领下 走入另一座禁区 远远便看到这片禁区中 竟然也有一尊道君的遗退 难道这尊道君 也转世了麻 通幽道人师生道 习应情 道王等人面色凝重 妖族的两大道君的遗退 都留在禁区之中 显然两大史前道君 已经转世离开此地 混入了仙界之中 都难之秋啊 道王难难道 他们在这座禁区中搜寻了半年之久 还是没能找到双修之法 倒是这尊史前道君的财富 被他们搜刮了不少 甚至还得到多达十几座仙玉 这十几座仙玉 虽然并非是先天仙玉 但也非同小可 乃是这尊史前道君创造出来 让那些他创造出守护自己禁区的妖兽 用来寄托道果的地方 道君神通广大 创造出先玉这等圣地并不困难 经历了种种谋炼和拼杀 众人修为实力都大有进步 尤其是星光和明土二人 他们也曾经三悟过先帝灵珠 如今又经过血战历练 三延了诸多妖族的大道 已经达到了先王境界的边缘 只需要回去打磨三悟一番 吸收这段期间的所得 他们二人必然可以成就先王 至于通幽 九霄 景天 帝皇 神武和幽帝等人 也获得极大的敬意 也已达到真仙大圆满境界 他们都是三悟过先帝灵珠的存在 在先帝灵珠中看到过三千仙道 不再拘泥于神道 将来也有正道先王的本权 南郭仙翁带领他们进入第三座境区 这座境区乃是兵连圣母的境地 自然也是空的 又引起一番猜测和怀疑 兵连圣母的宝物没有另外两尊道君那般丰盛 而且这女人有先天遥情保护 最为重要的宝物都储存在自己的道果道工之中 让人很是失望 没过多久 他们从无人屈中返回 虽然带回来京师的财富 但是没能找到妖族的双修之法 众人心中很是沉重 若花英低声道 四年过去了 子川的伤势只怕更重了 吉人自有天香 子川不像是早妖的人 一定可以逢凶化吉 习应勤安慰道 而且 半元道人和胡天老祖去询问 玄都和甘元两尊先君 以那两尊先君的本事 说不得已经寻到了治愈他的办法 道王叹息道 若是没有治愈的办法 便只能等待五年后的仙界原始之地了 那时 子川师弟不知还能否剩下两三成的实力 众人心情更加沉重 回道玄天仙玉 待他们看到江南 不由吓了一跳 这四年不见 江南竟然从真仙大圆满境界 跌落到真仙中其境界 若花英道王等人对视一眼 心道 他的伤势更重了 江南却丝毫没有境界掉落而伤心的觉悟 连连询问他们这几年的经历 待听到他们与摩天仙王的遭遇 心中顿时恍然 笑道 难怪摩天仙王前来寻找范范 原来是听仙翁所说 众人又提到那三座境区 江南心中围动 原来他们闯入了天荒 无邪两大道君之墓 难怪会耽搁这么久 南郭仙翁却也厉害 居然能够将他们活着带出来 他对南郭仙翁更加佩服 即便是仙王仙君前往无人区 也很难全身而退 古时也并非没有仙君葬身在无人区的事情 而南郭仙翁这尊真仙居然能将他们平平安安带出来 可见这老道的确不是常人 大有秘密 这老兔子 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会是先帝或者先尊吧 江南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反复打亮这头老兔子一眼 十分确定道 瞧着猥琐的模样 怎么可能是先帝先尊 有了道王他们带来的十几座先遇 我玄州终于可以稳如泰山了 江南新道 只待这次仙界原始之地开启之后 我正道先王 便可以下界一次 让红河君上界传道 下界的强者 也可以进入仙界 在我玄州发展了 八先王和安清 东云等人一直在看我笑话 以为我无法统治玄州 我很想看一看 他们见到我下界仙人铺天盖地 涌入仙界时 他们是怎样一服表情 他心神激荡 涌起万丈豪情 从一开始 所有人都以为他没有势力 在仙界没有任何根脚 直到现在 那些先王们也认为他只是 借了玄兜和甘元的威风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江南在下界 辛辛苦苦经营了130多万年之久 到底打下了一个何等庞大的势力 同道人 君道人上界传道 亿万下界仙人飞升 这种场面 想一想都让人激动地发抖 清光和名途两位道人归来之后 便立刻闭关 准备冲击先王境界 再到果中开辟道宫 而其他人则聚集在聚零五道图下 三言这幅道图 没过多久 仙界突然剧烈震荡 无数道仙光飞腾 从仙海深处升腾而起 化作惊天动地的异象 光耀六十三周 然后便有消息传来 海州的海王 兵破玄女突破先王界线 修成先君 江南亲自赶往海州道喜 诸多先王真仙也纷纷涌来 向这位新进的先君道贺 过了不久 先帝宫和先尊宫各有先君降临 邀请兵破玄女加入两宫 兵破玄女婉言拒绝 自言甘愿留在海州 两宫的先君却也没有勉强 各自离去 又过了年余时间 无人区中也传来剧烈的震荡 有先光在无人区深处爆发 光耀一个葛境区 又过了一段时间 摩天大摩头走出无人区 与龙罗菩提先君大战 两人两败俱伤 龙罗菩提先君败走 逃回先尊宫 而摩天大摩头因为伤势也是极重 不敢杀入先尊宫 又自退回无人区中 至此 先界轰动 这才知道先界中又出现了一尊先君 摩天先君 时光流逝 距离先界原始之地开启之日越来越近 这一日 江南将兵连圣母的道国请出子府 求教他妖族大道一事 兵连圣母的道国 突然远远看到南郭先翁的背影 顿时呆住了 如同见道鬼了一般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妖族天君产生道 我见过他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第1226张元始之地将开 见过他 江南唯唯一争 连忙道 道友 你什么时候见过南郭先翁 兵连圣母声音中带着恐惧 妖族时代的极灭节之后 妖族时代的极灭节之后 江南失声道 那是一百多亿年前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 兵连圣母产生道 妖族时代的极灭节之后 我被天荒和无邪两大道君的大幕困住 无法出去 只得建立禁区 那时我便见到他来到我的禁区 转了一周便走掉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 江南心中围动 笑道 也有可能是长得与南郭先翁相似的人 什么人能够从极灭节中存活下来 何况妖族时代的极灭节过后 还有魔道时代 咒道时代的极灭节等等 李氏书那是你第一见他 难道还有第二次 我第二次见他 是在魔道时代的极灭节之后 魔道时代被埋葬后 他也是这幅模样 一点都没变 兵连圣母低声道 他在我的禁区中又转了一周 走掉了 第三次见他 是在这道时代的极灭节之后 就是仙界刚刚开辟后不久 他又来了 还是这幅样子 巡视无人区诸多禁区 江南毛骨悚然 从妖族时代的极灭大劫 到魔族时代 再到咒道 再到如今的仙道 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亿年之久 什么人物能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极灭大劫 活到现在 史前的道君 大多已经死亡 被困在无人区中 先帝和先尊在时 他们被镇压连头也不敢路 即便是那些掌控先天法宝的史前道君 也被帝和尊镇压 以仙界之威来磨灭炼化 难道真的有南郭先翁这样的人物存世 难道连先帝和先尊也没有发现 道友 你有没有可能认错人 江南向南郭先翁看去 只见这老者道鼓先锋 白袍白眉白发 一服事外高人的样子 的确很像是活过及格时代的老怪物 但眨眼间变又变得猥琐起来 极度的猥琐 鬼鬼祟祟的去偷窥几头先天女神洗澡 江南晃了晃脑袋 试图将南郭先翁那副猥琐的神态 从脑海中抹除出去 道道友 能够活过及格时代的高人 是这福德姓麻 并连圣母的道国也注意到这一幕 那那道 难道我真的认错了人 江南笑道 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是外高人 只要不危害我们 那又有何可以顾虑的 而且 就算他是是外高人 若是对我们有恶念 谁又能抵挡他 这倒也是 并连圣母承认他的话 随即道 不过若是他有大图谋呢 若是他想颠覆仙界 将仙界毁灭呢 那我又能拿他怎么样 江南笑道 道友 咱们还是来交流交流妖族大道 不必去理会还未发生的事情 兵连圣母无奈 道也只能如此了 这一世 我一定要柔和妖道和仙道 正得道君 看看这整天在我禁区溜搭的老鬼 到底是什么来头 两人相互交流 江南将自己的仙道 见解毫无保留的传授于他 而兵连圣母也毫不吝啬 传授江南妖族大道 两人都大有收获 而江南修炼了沙门时代的诸天无漏道 只觉也渐渐到了一次直变的时期 道果肉身和元神 似乎都将蜕变 向更高层次进发 不过 他元神被伤道本源 道果受创 始终无法突破 做到无漏无缺的境地 若是元神没有受损 即便不去仙界元始之地 我也距离仙王境界没有多远了 江南叹了口气 他在受伤的这九年间 静下心神 推演史前距离五道徒 修炼妖族大道和沙门珠天无漏道 积累雄厚雄魂 而且又服用了红丸仙丹 与江雪双修 修为实力图飞猛进 根基也越来越深 这九年间 他虽然没有种种奇遇 际遇亦火机缘 但是却将自己从前的 不足弥补了一遍 根基更深 而且他将聚灵五道 途中的高深功法 也推演出一些 融入到原始大罗经中 让肉身更加强大 如今他的原始大罗经 南瓜仙道 咒道 史前神道 聚灵大道 妖族大道 极灭大道和沙门珠天无漏道 以及混沌古神的 不空大道 功法越来越完美 如果没有原神商道本源 道果寿创这件事 以他目前的积累 再过千百年 他差不多便可以 强行开辟道果道宫 正的先王 一切已成定果 仙界原始之地必须要去 没过多久 两宫的诸多仙君聚集在一起相商 定下进入原始之地的名额 每位仙君各有两个名额 而仙界各州 也各自分配下两个名额 随即 两宫的仙君纷纷召集各自门下的仙王真仙 选都也将胡天老祖和习应勤召回 甘元仙君也将忠秀秀 半元道人等人召回甘元宫 各自为即将到来的大盛事做准备 而其他仙君 也屡屡召集仙界各州的仙王 这些仙王依附于他们 召集这些仙王 自然是商议原始之地开启之后 获得的宝物如何分配之事 每座仙周都有两个名额可以进入原始之地 但仙王无力进入仙界第六虚空 必须要仙君出手帮忙 才能来到仙界第六虚空的蒋道崖上 只有从蒋道崖才能进入原始之地 这些仙君助他们登上蒋道崖 自然要获得一些利益 而那些出类拔萃的年轻真仙仙王 也被诸多仙君接走 为进入原始之地做准备 仙界原始之地极为凶险 不只有财富和机缘 每次原始之地开启 死伤也是极为惨重 全天宫中 众人挤挤一堂 紫霄老道审声道 这一次 两宫定下的名额有限 我们玄州地方虽大 但只有两个名额 不知道这一次教主准备与谁一起前去 江南看向江雪 江雪摇了摇头 道此次名额有限 你又伤势不曾痊愈 须得要一尊强大的存在与你同行 我留下 保护玄州 南郭仙翁一脸稀奇地看着江南 江南对他视而不见 看向道王 道王摇头笑道 我与东极南郭三人合力主掌先玉 师弟你不在 若是有外敌入侵 我们三人掌控先玉 才能将原水先玉的威能催发道极致 抵御敌人 我也不能去 南郭道兄也去不得 既然是强大的高手同行 唯有紫霄道兄 才能担当此任 江南笑道 紫霄道兄意下如何 紫霄老道眼中闪过一道紫芒 淡然道 那个冒牌户也会进入原始之地 教主若是与我同行 势必会遭到那人的祖杀 江南为笑道 你怕了 紫霄老道冷恒一声 道 我这些年待在教主这里 陈蒙教主照顾 纷润我先帝灵珠具灵武道图等机缘 让我修为实力再进一步 我何惧之有 我的意思是说 若是那个冒牌或出现 只怕我无瑕保护教主 江南哈哈大笑 笑道一半咳嗽连连 扑得一口鲜血喷出 烟巴巴道 想杀我 也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全天宫中的诸仙对视一眼 均看到对方眼神中的忧虑 这九年时间过去 江南的伤势一直不见好 反而越来越有严重的趋势 如今他的修为 竟然从真仙大圆满境界 直接掉落到真仙出奇 可见 他的原神道商 对他的修为实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全天教主只剩下真仙出奇的修为 这件事早已传遍了仙界 甚至有仙界的年轻高手 如龙罗普尊便扬言 原本对全天教主很有兴趣 打算登门挑战 但是他境界迭落到真仙出奇 让他连出手的欲望都没了 我不欺负病夫 龙罗普尊放话道 也有人放话说 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 百家争鸣 像玄天这样的神祖 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 对于这些传言 玄天仙玉中的诸仙早有耳闻 替江南不愤 若是江南没有负伤 还聚这些人 直接横扫过去便是 江雪似笑非笑 看了江南一眼 别人不知江南的伤势 以为他是伤势太重 以至于修为跌落 而他却心知肚明 道王咳嗽一声 道 其他仙周的各大仙王 都有仙君接引 前往第六虚空蒋道崖 我们该如何才能进入蒋道崖 全都仙君 甘元仙君和玄女娘娘 都与师弟你有些交情 师弟 不知能否请他们出手 紫霄老道恢复到全胜状态 也只能打开第五虚空 无力打开仙界第六虚空 想要进入第六虚空 则需要先君相助 江南微微皱眉 正欲请人前去仙海的海州 请兵破玄女帮忙 突然只听一个洪亮的声音道 教主 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江南心中围动 站起身来 哈哈大笑道 摩天仙君远道而来 此穿有伤在身 未能淫亚 恕罪恕罪 摩天仙君大步走来 闯入仙天元水仙玉 闻言冷恒一声 负伤在身 玄天 我此来是接走我人 顺便将你们送入第六虚空讲道也来 还你一个人情 江南满脸笑容 将他迎入玄天宫 两宫的仙君定下 进入元始之地的名额 并未邀请摩天仙君 不过摩天已经正道仙君 有了将人送入第六虚空的实力 第1227章虚空大蛇 这尊驰骋在无人屈中的大魔头降临 即便是紫霄老道也不禁忐忑不安 摩天的实力原本便在他之上 此刻正的仙君 修为实力更是远超于他 摩天仙君的凶名远波 如果翻脸杀人 只怕在场所有人全力催动仙玉 也无法将他完全镇压 江南却不以为意 笑道有劳道凶了 众人惊疑不定 不知道江南何时 与这尊大魔头联系上了 而且看似感情不浅 听摩天仙君的意思 还欠了江南一个人情 难道真的被南郭纳老霍说对了 范范真的是摩天的儿子 摩天看在范范的面子上 才认为欠了教主一个人情 不过以摩天这丝的脾性 知道自己的儿子做了教主的坐骑 肯定会大动肝火 寻教主拼命 而不是助他一臂之力了 他们猜测纷纭 不过他们却不知 江南在身负重创的情况下 与摩天打了一架 两败俱伤 两人心心相习 这才有了交情 而摩天说还一个人情 说的则是江南化解他心中的恶念 不再被恶念蒙蔽心灵 这才得以突破修成仙君 不过一个真仙点化了一尊仙君 这种事情说出去只怕也没有人相信 因为真仙与仙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真仙点化仙君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但江南偏偏就做到了 虽然说机缘巧合 但点化了一尊仙君依旧是了不起的成就 紫霄老道定了定神 道摩天仙君 你名下应该也有两个名额吧 摩天瞥了这老道一眼 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这次 我儿和我麾下的喧楼仙王一起前去仙界始源之地 寻找机缘 李氏何人 他看出紫霄老道的独特之处 因此直言相寻 江南笑道 这位是紫霄仙王 紫霄仙王 摩天仙君眼中金光四射 随即恢复如常 淡然道 这么说来 你被史前魔怪夺去了你的地位 嘿嘿 仙界中 像你这样的人 只怕不在少数 李氏运气好的 还有人比你更倒霉 连命都丢了 江南心中围动 摩天仙君说出这话只怕不是无地方使 肯定知道一仙泪目 此人在无人区生活了这么多年 乃是无人区中的第一盗匪 聚集了极大的势力 许多亡命之徒在他手下做事 他对无人区的了解 只怕还在两宫的仙君之上 无人区的一些异便 只怕瞒不过他 摩天仙君却不愿多谈 直接道 仙界原始之地将开 我这便送你们前往第六虚空 他突然长身而起 伸手在虚空中划过 他这一话 仙天原水仙玉的天地剧烈动荡 只见仙界一层层虚空裂开 第一虚空 第二虚空 第三虚空 到了第四虚空时 玄天宫中的众人便感觉到一股极强的重压扑面而来 待到第五虚空 这股压力便让仙王也感觉到难以喘息 哄 仙界第六虚空被摩天仙君劈开 压力一瞬间仿佛大了无数倍 滚滚的压力挤压的玄天琉璃宫咯咯吱作响 这座仙宫乃是江南亲自所练 用的是仙天原水仙玉中的琉璃 虽然不是仙王之宝 但无论坚固还是威力 比普通的仙王之宝都要强大促备 而现在 仅仅第六虚空传出的压力 便让玄天宫几乎破碎 若是进入第六虚空 只怕压力会增强十多倍不止 摩天仙王目光落在江南和紫霄老道身上 徐徐道 两位是自己前往蒋道崖 还是我以法力送你们过去 紫霄老道没须低垂 淡淡道 这就不劳道凶了 我想试试看 自己能否扛得住第六虚空的压力 走到蒋道崖 江南咳嗽连连 嘴角溢出一缕鲜血 苦笑道 我倒是想试试 不过我受了重伤 不能强行催动法力 摩天仙王狐眼瞪得滚圆 恶狠狠地盯着他 冷笑道 受了重伤 不能强行催动法力 江南面色不改 咳了一口血 惨笑道 是啊 你看我都吐血了 我已经吐了九年了 念在你咳了九年的份上 摩天仙王冷恒一声 身躯一摇 一道鸿蒙大道飞出 化作一道鸿蒙长河 道 我便送你过去 教主 请吧 江南起身 站在鸿蒙长河之上 摩天仙王心念一动 鸿蒙长河顿时冲入第六虚空之中 藤魔变化 呼啸而去 紫霄老道长生而起 紫发飞舞 一步跨出 走入第六虚空 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赶赴蒋道崖 摩天仙王换来玲珑道同 也不像道王等人请辞 转身便走 几步之间便走出了玄天仙玉 玄天这混蛋 为了隐藏实力 居然真的就渴了九年的血 真是阴险透顶的家伙 他心中暗道 若非我与他交过手 也险些被他骗了 不过 我就是看你不爽 一点苦头你还是要吃的 玲珑道同看着自己的父亲 只见摩天仙君忠厚的面孔上挂着阴险的笑容 心中不由纳闷 都说我父亲刚勇姓烈 不苟言笑 怎么如今也是一副阴险的样子 这是跟谁学的 鸿蒙长河在仙界第六虚空中急速穿梭 江南站在鸿蒙长河上 只觉守护自己不让压力极深的那股力量突然散去 第六虚空那恐怖的压力顿时滚滚压下 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摩天你这混蛋 江南怒喝 不假思索 立刻身形一晃 脑后神轮迸发 神轮转动 原始步空硬飞出 鸿蒙震荡 唯无步空 他并未施展巨灵肉身 巨灵肉身的块头实在太大 在第六虚空中很是引人注目 若是被人发现了他这的底牌 那就不好了 滚滚的压力涌来 江南闷横一声 被压得几乎无法动弹 第六虚空的压力实在太强了 此刻鸿蒙长河不再保护他 那股压力顿时全部作用在他的身上 迫使他不得不凭借自己的肉身抵抗 摩天这魂球 比以前更像个人了 居然也懂得和我开这种恶劣的玩笑 江南站稳跟脚 滚滚的压力涌来 虽然让他行动艰难 但不足以致命 这九年修炼聚灵大道 他的修为从真仙大圆满境界叠落到真仙出奇 但肉身却变得着实强悍 如今他的肉身之强 已经达到先王级的混沌古神的程度 而且是中后期的混沌古神 若是他催动聚灵大道 便可以让肉身一跃成为能够与仙君媲美的程度 摩天仙君之所以询问他是否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过随着越来越深入地流虚空 也是知道他的肉身着实强悍 不逊于先王大圆满境界时的自己 不必借助他的力量 不过随着越来越深入地流虚空 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江南的骨骼渐渐被压得咯蹦咯蹦作响 即江南心念微动 只见一道先天不灭灵光飞出 化作一把雨伞被他撑在尖头 灵光雨伞轻轻转动 垂下一片片灵光光雾 将外界的压力挡下 好在有先天不灭灵光在 不至于动用距灵肉身 咦 在第六虚空这等地方 居然还有陆地 江南站在鸿蒙长河上向四下看去 突然身躯为阵 看到第六虚空中远远一座大陆漂浮 山清水秀 日月清明 大陆上仙光鸟鸟 居然还有生灵在其中繁衍生息 呼 鸿蒙大河从这座大陆上空飞过 刚刚进入这座大陆的大气层 顿时第六虚空的压力大解 江南向下看去 只见这座大陆上耸立着一座巨型雕像 依稀便是先帝的雕塑 应该是这座先帝雕塑保护着这里的生灵 这才没有让他们被第六虚空的压力压碎 这雕塑 应该是先帝宫中的先军所雕 用来守护这里的生灵 突然 第六虚空中传来一股股奇异的波动 江南心中一惊 急忙看去 只见在这座大陆外一头有如巨蟒的庞然大物 从虚空深处飞来 张开大口 向这座大陆狠狠咬去 第六虚空中衍生的大蛇 它怎么能在第六虚空中自由穿梭 难道它的肉身能够比得上先军不成 江南凛然 那头虚空大蛇还未咬中那座大陆 便见先帝雕塑光芒大放 一圈圈仙光四下涌出 将虚空大蛇挡在外面 虚空大蛇咆哮怒吼 身躯盘绕 眷住大陆 试图将这座大陆绞碎 不过那尊先帝雕塑始终将它挡在外面 让它无法得逞 虚空大蛇无奈 只得放开这座大陆 突然 这头虚空大蛇看到鸿蒙大河与河面上的江南 眼睛不由一亮 身躯游动 下一刻便来到鸿蒙大河上空 张开大口狠狠向江南咬下 江南手中的灵光与伞突然变化 化作一口破碗 只听光的一声俱响 钟声震荡 将那头虚空大蛇阵的皮肉绽开 痛得嘶吼不绝 与此同时 江南顿时只觉第六虚空的压力袭来 不觉被压得几乎五脏六腑尽碎 忍不住啊地吐了口鲜血 这次确是真的吐血 那头虚空大蛇乃是第六虚空中诞生的生灵 倒并非是肉身强大堪比仙君 而是他明误虚空之法 能够在虚空中穿梭 不找力道 第六虚空的压力无法作用到他的肉身之上 此刻这头大蛇被终生震伤 正欲逃走 待看到江南居然被第六虚空压得吐血 连忙止住身形 再次将江南冲来 也许 作死 江南再次催洞破碗 不过这头大蛇却击零了许多 立刻身形一扭 远远躲开 待终生过后再次冲来 显然是打算消耗江南的法力 再将他吞噬 同盟大和还不知要多久才能到达蒋道崖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便要被耗尽法力了 那头虚空大蛇冲来 江南心中杀念顿喜 摇身一晃 终于催动巨灵大道 化作一尊顶天立地的巨人 站在鸿蒙大河之上 探手一抓 捏住这头虚空大蛇的七寸 第1228章虚惊一场 仙界第六虚空 一座唯额的山崖耸立 静静地漂浮在虚空之中 隐隐有道音从山崖中传来 这里便是蒋道崖 帝和尊在此讲道传法 这座山崖之上 如今已经到了诸多仙界的强者 有真仙也有仙王 一个葛才高八斗 明动一方 没过多久 安清仙王 南瞻仙王和东云仙王 也各自脚踏仙光 走上蒋道崖 并没有借助先君之首度过第六虚空 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穿过第六虚空 走到这里 这三位仙王的到来 让所有人心头都是一领 兵破旋律已经正道帝君 而安清 南瞻和东云则是先君之下的最强者 是与八仙王齐名的存在 八仙王尚未来到 三大仙王先至 而且这三人仙生夺人 竟然没有借助先君之力 而是凭借自身的力量横渡第六虚空 这三尊仙王的纤威散发出来 如同苍天大漠般压下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压抑感 众人挤挤一堂 都是实力超群之辈 但唯有这三大仙王的实力最强 突然 一个声音从虚空深处传来 冷笑道 八亿年也未曾正的先君 须有其名而已 有何值得自傲 安清仙王面色为尘 南瞻仙王则是冷恒一生 而东云仙王面带微笑 似乎丝毫不以为意 只听龙吟之声传来 只见第六虚空深处 滚滚地混沌涌动 紫光闪闪 一口混沌中高悬 不断震荡 荡开第六虚空的重压 一尊雄壮的身影头顶混沌中大步走来 周身无数龙器围绕此人上下翻飞 龙器中传来一股股激荡的龙吟之声 有人诗声道 龙罗普尊 龙罗菩提先君之子 与玉林子齐名的人物 这尊战神是个战斗狂人 许多老一辈的先王都败在他的手中 听说他的混沌龙祖血统极高 不逊于摩天先王 龙罗普尊竟然没有让龙罗菩提先君送他过来 而是自己横跨地流虚空 实在了的 难道他的实力不逊于安清先王等人 不可能吧 他才是真先 还未正的先王 怎么可能拥有这等实力 那是混沌天元中 龙罗普提先君的法宝 先君之宝 龙罗普提先君竟然将此宝交给他 难怪他能够横跎地流虚空 龙罗普提先君的另一个弟子松源没有随他一起来 看来这两人的确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 并不和睦 终生震荡不绝 龙罗普尊降临到蒋道崖上 滚滚地混沌龙威四下压去 逼得许多修为不如他的存在连忙四下避让 南瞻先王冷恒一声 淡淡道 普尊小道友 你刚才那话是何意 你可知原始之地一开 我三大先王都可以正道先君 成就先君之后 我便是能够与你爹并驾齐驱的人物 龙罗普尊哈哈大笑 战意滔天气势凌人与我父并驾齐驱 南瞻你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连我爹的法宝也比不上 原始之地中我会让你知道你的想法到底错得多么厉害 南瞻先王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冷笑道很好 我也想见世间是龙罗菩提道兄的混沌天元中到底有何微能 突然又有一个声音从虚空深处传来 悠悠道八先王与四大先王 历来诗居高位 无的无能 你们在上位坐了太久了 如今是该给后辈们让出一条道路了 南瞻先王眼中鲜火溢出 火光熊熊 向虚空深处看去 冷冷道 这又是哪个小辈口出狂言 只见一辆乡车从第六虚空驶来 车上走下的却是一位女仙 身穿宫装 飘带绕体 两道飘带如同两条长河 从肩头绕过 漂浮在身后 这位却是景月女军门下的弟子金轩 容貌静丽 光彩夺目 让人见了变不绝自残行贿 金轩女仙却也是自己横渡虚空 不过借助的却是景月女军的 仙君之宝 七宝地车 车上有七宝 弓箭 枪 刮 盾 洗盘 每一件宝物皆有妙用 金轩女仙英姿焕发 看向南瞻仙王 浅笑道 南瞻伯父 我先前听你名声如雷贯耳 如今见到你 才知你真的老了 南瞻仙王似笑非笑 道 仙人又哪里有苍老一说 乖侄女 我正的仙君之后 会与你娘说道说道 让你娘打你屁股 金轩女仙咯咯笑道 看来你真的老了 如果你雄心尚在 何不自己试试看 看看你打我屁股 还是我拆了你的老骨头 这女子颇为泼辣 将南瞻仙王憋的眼中鲜火乱冒 突然 隐约的仙音从虚空中传来 只见一艘楼船缓缓使径 忠贤古月 仙音鸟鸟 楼船在仙光中兴时 如同行驶在平缓的海面上 而在船头则有美人古月 宰歌宰舞 陪伴在一位年轻公子身边 欲经仙君之子 欲灵子到了 有人惊声道 欲经仙君将欲灵子送来 欲经仙君还有一个名额 听说是将他的幼女欲仙二 也送来进入原始之地 欲经仙君乃是我仙界的情种 多妻多子 处处留情 听闻后土仙王之子也是他的血脉 但最为出类拔萃的还是欲灵子 欲灵子与东云仙王论道 连东云仙王也是赞叹不已 楼船飞来 降落在蒋道崖上 欲灵子在诸多仙女的陪同下走下楼船 风姿灼灼 那些美貌的仙女反而没有他那般引人注目 他也是自己以自己的力量催动楼船横渡地流虚空 并未借助欲经仙君的力量 不过这艘楼船 却是欲经仙君所练的仙君之宝 楼船的名字便叫欲经 若是没有这件法宝 欲灵子也无法安然横渡地流虚空 突然又有虚阿仙君的爱女虚阿孟杰 自然老君的弟子丹阳和生阳两尊真仙 原空仙君门下的八音和龙逢两尊真仙 太真仙君门下的黎真和图案真仙 各自赶至蒋道崖 这些存在赫然是得到各自背后的仙君赐下仙君之宝 一个个横跨虚空 来到蒋道崖 安清先王等人的面色也是渐渐凝重起来 这些年轻一辈的修为的确比他们逊色 比他们低了一个境界 但是得到仙君赐下的仙君之宝 便将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无限拉近了 甚至可以说弑均力敌 他们原本以为这次仙界原始之地开启 会让他们顺风顺水地得到原始之地的机缘 正道仙君 现在看来只怕将会有一场龙争虎斗 这些仙君 果然没有一个异于之背 都是后手重重 突然 虚空深处传来一声声沉闷惊人的嘶吼声 声音震荡而来 将讲道崖上的众人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甚至有些修为实力稍弱的存在 直接被震得耳膜爆裂 双耳流血 有人失声道 是第六虚空中诞生的虚空大蛇 这头大蛇在与人争斗 在第六虚空中 与虚空大蛇争斗 打得这头大蛇惨叫连连 只怕安清仙王他们也做不到吧 虚空大蛇这等怪物 在第六虚空来去如殿 行动自如 什么人能将这种魔怪打得这般惨叫 难道是八仙王到了 以八仙王的实力 说不定能够办到 八仙王 龙罗普尊 徐徐吐出一口酌戏 冷笑道 看来这八个老鬼的确有些本事 居然能在第六虚空痛打虚空大蛇 可惜 我在来时怎么就没有碰到虚空大蛇 否则那里能够轮到他们场微风 绿灵子和金轩等人的面色也不由凝重起来 在第六虚空中穿行不难 但一边要抵抗第六虚空的虫鸭 一边还要与虚空大蛇这种穿梭虚空的怪物交手 他们虽然得到先君垂青赐下先君之宝 但自存还做不到这等事情 尤其是听这惨叫声 虚空大蛇分明落在下风 更是令人骇然 无论此人是不是八仙王 都非同小可 只怕是我们的劲敌 金轩女仙轻声道 玉林子 虚阿梦杰等年轻强者默默点头 在第六虚空中创虚空大蛇 这等实力的确恐怖 虚空大蛇的惨叫声越来越响亮 显然已经被人中创 又过了片刻 这头大蛇的惨叫声消失 众人向虚空深处看去 不过虚空遥远空急 他们也看不到到底是谁 在与虚空大蛇交手 也不知道底战况如何 此人即将到了 有人激动到 过了片刻 只见虚空深处人影晃动 十六尊身行从虚空深处走来 降临到蒋道崖上 细细伟岸无边 其中八人衣装不同 气质不同 周身的仙道也自不同 正是神道的八尊道祖 八仙王 而另外八人则是年轻人 男女参半 正是八仙王门下的八大弟子 自仙天仙玉中诞生的 仙天神灵修炼成仙 八仙王并未带来 尊越 普陀 中瑞等人 而是带这八人前来 正是看中这八人是 先天神灵 将来的成就比 尊越 普陀等人更大 龙罗普尊等人见状 不由松了口气 心道 沟臣 厚土 清华 玄清 紫薇 长生 玉皇 紫霄 果然是这八仙王出手 将虚空大蛇击杀 刚才我们还以为是一人击杀了虚空大蛇呢 原来是八人联手 对付一条虚空大蛇 却也不足为惧 真是虚惊一场 沟臣 紫霄等人见讲道 崖上众人面色有异 却也没有放在心上 韩笑向众人见礼 又与安清 南瞻和东云先王等人谈笑风生 却在此时 一道鸿蒙大河从虚空深处遥遥曝来 落在讲道崖上 鸿蒙大河消失 江南面色苍白 气喘吁吁的出现在讲道崖 刚才他与虚空大蛇拼的一场 这条大蛇来去如电 迫使他不得不使出具零肉身 在第六虚空中乐战了小半个时辰 这才将这头大蛇击毙 如今这条大蛇就藏在他的子府之中 原来是神道的第九道祖 众人的目光落在江南身上 有人露出鸡凤之色 低声道 堂堂的神祖 在先君的护池下送入蒋道崖 居然还能喘成这个样子 看来真是废了 第1229章艳符 相比衣着光鲜气势逼人 气度不凡的八仙王 江南的麦香的确有些不太好看 与虚空大蛇一战 让他显得有些狼狈 毕竟那里是仙界的第六虚空 在那里与虚空大蛇交手 正是虚空大蛇的主场 第六虚空的压力极大 无形之中限制了他的行动 让他也大势损耗利器 修为消耗极大 江南没有在意众人的目光 蒋道崖乃是帝和尊蒋道传法之地 这里还有残余的道英在蒋道崖的虚空中震荡 道英玄妙高深 立刻将他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不绝家夫而作 细细三物 而且他与虚空大蛇恶战一场 消耗了不少法力 也需要静坐一番 取出鲜业炼化恢复修为 不过落在别人眼中 更是认为他如今虚弱不堪 沟臣先王看向江南 目光转动 又落在安清先王身上 微笑道 安清道友 你下手未免太重了 居然将我神道教主及伤成这的样子 难道便不怕开罪了玄兜和甘元两尊先君 安清先王面色不改 淡然道 沟臣道兄 八先王与玄天教主同为神道的道祖 莫非要替玄天出头不成 沟臣哈哈大笑 摇头道 安清道友误会了 我们八先王与玄天这叛徒有仇 怎么会替他出头 玄天背叛神道 掀起诸神黄昏节 我们八人也是恨不得将其八皮抽筋 只是如今看他这副惨状 我也不免心生怜悯 不忍心向他下手 紫霄先王目光闪动 落在江南身上 眼中紫光迸发 心思飘忽 突然笑道 可叹 玄天教主居然落得如今的下场 神道道祖的道果 要笑不知还能胜下积成 他面带悲天闽人之色 叹息道 神道道祖的道果 两三成的要笑 只怕也足以助人修成先王了吧 何况 教主身上还有一道先天不灭灵光 若是进入原始之地 只怕不知有多少人要向他下手 死路一条啊 讲道崖上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又自落在江南身上 一个个目光闪动 显然是在盘算到了先界原始之地 江南将会是他们的第一目标 毕竟 原始之地中也有着诸多危险 稍不留神便会丧命 而这个所谓的神道教主 却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对付他比对付先界原始之地中的危险容易多了 龙罗普尊饶有趣味地看着江南 逼声道 可惜啊 在讲道崖上静止动手 否则便会引来先君的干预 取消资格 否则 我倒真想尝尝神道教主的滋味人 我还没有吃过道祖 玉玲子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逼声道 先天不灭灵光 金轩女仙也是心中大动 去啊 孟杰丹阳 生阳 八阴 龙逢 黎真和图案等人也是将目光落在江南身上 神道道祖的道果或许无法让他们动心 但先天不灭灵光却着实让他们动了心 去啊 孟杰突然开口 轻声道 玄天道有 若是你能将先天不灭灵光赠予小妹 小妹可以保教主的安慰 金轩女仙咯咯笑道 孟杰仙子 你的道先天不灭灵光 说不定还有人要杀你夺宝呢 去啊 孟杰淡然道 这个人 莫非就是金轩仙子 我对你没有兴趣 金轩女仙笑宜宁道 我真正有兴趣的使清上 击败她 我才是女仙中的第一人 至于孟杰师姐你 你不是我的对手 去啊 孟杰浅笑道 是不是对手 总需要较量一场才知道 而不是凭借师姐的小嘴 两尊女仙对视 香气飘散 但却杀气腾腾 江南此刻在倾听讲道 宅中传来的若有若无的道音 对此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帝和尊曾经在此讲道传法 他们的大道之音烙印在此 若是能够时常在这里悟道 对仙道修为必然大有敬意 帝和尊在此讲道 能够前来听讲的都并非普通的仙人 而是仙界的仙君 他们传授的都是高深莫测的大道理 这里的道音残余 对于其他人来说高深莫测 即便是八仙王和安清 南瞻等存在 也是晦涩无比 对于江南来说 这些道音也是晦涩难懂 尤其是先尊残余的道音 更是几乎无法理解 不过对于先帝残余下来的道音 他则能够领悟出不少高深的道和礼 而且这些道和礼 不是如今他的所能接触的 而是仙君层次的道和礼 他之所以能从其中领悟出仙道 正是因为他曾经得到了先帝灵珠 先帝灵珠中蕴藏了先帝的大道 因为是同源所出 所以他才能从讲道牙的道音中得到好处 不知不觉间 江南只觉自己对仙道的理解更加透彻通透 心中不由欢喜 待到原始之地关闭之后 我便经常来到此第三物 增加对仙道的理解 因为他并没有正道成仙 一直以来 仙道都是他最为薄弱的一环 相反极灭大道 咒道才是他最擅长的大道 后来得到先帝灵珠 这才改变这种失衡的状况 而现在 江南在此聆听道音 三物先帝之法 顿时觉得自己可以从先帝到音中着手 三物先帝大道 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全天 听闻你有一头作祭 乃是我混沌龙族血脉 将它交出来吧 龙罗普尊见他始终在闭目宁神 对自己视而不见 不由冷恒一声 好大的架子 我在与你说话你听到没有 江南充耳不闻 龙罗普尊气息绽放 陡然踏前一步 恐怖的威压向江南滚滚压去 讲道崖上禁止动手 不过对付一个病夫 我又何须动手 仅凭我的气势 我便能将你压死 突然 有人惊呼 师生道 又有人横跨虚空 走过来了 众人纷纷看去 只见虚空中子发如铺 如长河道挂 突然漫天子发一收 一位老者来到蒋道崖上 身形一横 挡在龙罗普尊身前 气势陡然爆发 如同汪洋大海搬向龙罗普尊压去 刹那间 整座蒋道崖上紫光遍地 将所有人都映成紫色 所有人都感觉到那种霸道绝伦的威压 滔滔滚 龙罗普尊被压迫得周身龙气飞舞 龙气劈里啪啦爆裂 连连后退 猛然爆喝一声 头顶的混沌天原中光的一声巨响 将这老者的气势抵消 随即混沌天原中飞起 向那老者撞去 这老者正是紫霄老道 对撞来的混沌天原中视而不见 转身向江南走去 淡淡道 普尊 你是要违反规矩 再讲到崖上动手吗 龙罗普尊冷恒一声 收回混沌天原中 目光落在紫霄老道身上 原始之地中 我一定要向你好声请教请教 比不够资格 紫霄老道目露紫光 落在紫霄先王身上 紫霄先王子发飘飞 两人目光遭遇 又自错开 紫霄老道的目光落在沟尘 厚土 长生等人身上 只见这七位固有对此事而不见 依旧谈笑风生 恍若不觉 不由暗叹一口气 心中生出悲凉之意 人情良薄 我们八先王看似交情好 但实际上也是一盘散沙 勾尘他们想必早就看出端倪 但怕得罪这个冒牌或背后的神母道君 因此也懒得过问 来到讲道崖上的仙人越来越多 选都先君门下的胡天先王和习先王 甘元先君门下的中秀秀和半圆 也各自来道 还有许多生面孔 应该是诸多古老的存在秘密培养出的存在 讲道崖地方极大 这么多人聚集在此却也不显涌击 突然 有人惊声道 青上和松原道了 江南文言 耳朵动了动 张开眼睛 站起身来 只见青上女仙和松原真先横跨虚空 脉步之间来到讲道崖上 讲道崖上众仙哗然 这一男一女飘然飘逸 赫然是没有动用任何法宝 没有借助先君的力量 而是凭借他们二人本身的实力 穿过地柳虚空 来到讲道崖 虽然是两人联手 但依旧可以看出这两人的强大和不凡之处 要知道 他们两人还都是真仙 不曾提升到先王的境界 便已然拥有这等的实力 着实可畏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仙王 摞着胡须 呵呵笑道 青上县志和松原道 有一项形影不离 焦不离梦梦不离焦 俨然一对弼人 说不定已经结成道理了 真是只献鸳鸯不献仙了 嘟嘴 青上仙子大怒 信言倒数 呵斥道 松原则站在一旁 露出憨厚的笑容 偷偷向那白发老仙王竖起大拇指 那尊老仙王不以为意 诧异道 难道松原道友还没有得手 江南哭笑不得 连连打量这两人 心中纳闷 崇光和摩赫 他们到底谁夺舍了青上 变成了女人 如今这两人修炼的都是仙道 他分不出谁是崇光仙君 谁是摩赫古神 不过无论谁夺舍了青上仙子 变成女儿身 只怕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 崇光和摩赫二人重生 为了寻到不空道果的下落而联手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寻到 不空道果到底落在谁的手中 青上和松原二人也发现了江南 两人对视一眼 脸色均有些尴尬 青上仙子见到江南也在向他们看来 不由瞠目 露出娇媚可人的女儿家姿态 接着抬起仙仙玉手 在脖子上抹了一下 确实在威胁江南 只要他敢乱说 便将他宰了 江南错了一场 突然捧腹大笑 青上仙子称怒 更加妩媚妖娆 看傻了不知多少人 松原道友真是好福气啊 厌福不浅 那位白发老仙王感慨道 你死定了 青上仙子鼓着腮帮 气呼呼道 第1230张大眼古神 青上仙子生气时的样子 娇称明媚 真是我见犹怜呢 若是能的一宿机缘 一轻方则 才能不负今生 律灵子也忍不住感慨道 让身边的许多仙子心中大为不满 不过让仙子们不可否认的是 青上仙子的姿色的确远在他们之上 而且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高雅高贵 很有让男人征服的欲望 青上仙子几乎抓狂 他的确极美 美得足以让所有男人怦然心动 但他的灵魂却是一个男人 他也并非没有想过中素肉身 将自己变成一个男子 不过他名义上的师尊还是明范先君 若是改变成男儿身 只怕便会被明范先君察觉出异常 将他揪出来 炼化其道果 夺其宝物 先君级的道果 哪怕是残次的道果 功效也是非同小可 足以让明范先君动心 他只有在拥有了自保的实力之后 才敢改变女儿身 恢复男儿身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需要找出到底是谁用偷天换日的手段 偷走了不空道果 全天教主这思最为可恨 知晓我们的秘密 也知道我变成了女子 若是传扬出去 我一是英明尽丧 若是能弄死他便弄死他 不能弄死他就与他合作 一起搜索到底是哪个混蛋道走不空道果 他心中暗道 他连连注目江南 眉眼传播 有如秋水 倒引起诸多人的误会 以为这位仙子垂青于玄天教主 江南对此视而不见 目光向讲道崖上的众人扫去 将诸多老一辈和年轻一辈收入眼底 此地聚集了仙界从古至今的豪杰才俊 及己一堂 如同璀璨群星 天荒和无邪两大道君转世之体 不知道有没有在其中 他心中凛然 这里有许多年轻强者 甚至不乏有极为强大的存在 天荒和无邪两大道君如果想尽的先到精妙 无疑进入原始之地是他们最佳的途径 这两人断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只是 他们到底转世成为了谁 或者说 夺舍了谁 听摩天仙君的意思 除了天荒和无邪两大道君之外 还有其他无人屈中强大的存在 已经转世到了先界 这些存在进入先界的目的 便是为了夺取这个时代的掌控权 这些人 也不会放弃原始之地这个大好的机会 这次原始之地中 不仅仅是先界的诸多大老的弟子征锋 只怕还混入了不知多少老怪物的转世之体 先界上有两宫 下有诸多新王 又有八大先天法宝两大先天领宝镇压 看似稳固 实则风雨飘摇 稍有不慎便会根基尽丧 变成史前老怪物的乐园 史前道君转世 在同境界时无比强大 兵连圣母说 他们甚至比我还要强大 江南目光从玉林子 龙罗普尊 金轩 虚阿孟杰等人脸上扫过 又一一巡视其他年轻仙人 心道 不过到底谁更强 还是要做过一场才能知道 一股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更高的虚空中传来 震荡激荡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先界第六虚空的上空 陡然出现一片片宫殿宫屑 鲜光一彩 璀璨一场 每一座宫殿都美轮美奂 散发出不同的仙道韵味 有的圣洁 有的庄重 有的威严 有的古仆 有的大器 有的有古术耸立 有的多彩 有的通透 那是玉京城 最美的仙玉锻造的仙城 快看 那片仙宫便是玄兜 陈龙飞舞之处便是菩提仙城 那片仙宫便是明堂 明堂先君所居之地 还有明范仙城 范英震荡之处 便是明范仙城 那个金灿灿的大棍子耸立的地方 恐怕便是甘园仙城了吧 仙城从第七虚空中浮现 元空先君所居之地 一个葛魂园的建筑宛如一个又一个大园耸立 而且这些建筑不断转动 元空之间便是一个葛大千时空 给人一种魂园如意 空灵通透之感 极为震撼 玉京城迂回九万里 仙城门户重重 一面城墙便有二百四十座城门 城中的玉京分为上中下三宫 城内绿叶神术 珠宝高悬有如日月星辰般耀眼 仙城中种植五色仙枝多达醋万种 无数仙枝如同美玉 仙枝中酝酿仙道 亿万仙道从仙枝中散发出来 大道横空 璀璨异常 而玉京城也有九万里方圆 仙城没有玉京城那般奢侈华丽 但是玉京城四周遍地宝灵 名叫四方宝灵 神树之条在虚空中飞舞 城中有莲花池 广袤无忌 一朵朵莲花方圆十丈 莲花中孕育大千时空 宝光之冲云霄 而菩提仙城更加辽阔 城中一株菩提神树 枝叶横空 将聚成笼罩在下方 片片菩提叶仙光四溢 仙道腾空 大树有聚龙盘绕 龙首向前 神木凝视 威压深沉 明堂城光芒璀璨 如同琉璃般通透 一轮轮先日明月 被当成珠宝挂在明堂之上 除此之外 还有古仆伟岸的虚阿城 宏伟壮观 叉子烟红仙花一草古树降乡的锦月城 有如女儿国 又有古裔自然有如寻常山水般的自然仙城 沧桑悠悠时光流逝万古不变的太真仙城 又有昆仑 天门 玉宫等仙城 各有神圣不凡之处 除此之外 还有诸多战死的仙君的旧居 荒凉 空极 当然 还有金灿灿大棒子耸立的甘元城 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诸多仙君所居之地 从第七虚空中浮现出来 浩瀚 神秘 肃穆 庄严 那连绵不绝的道音 扑面而来的仙气 让所有人都为之精神一振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仙君的洞府虽然气势恢弘壮 但只是仙帝宫和仙尊宫的一角 是两大道宫的一部分 真正的两大道宫 远比他们眼中所见更加气势磅驳 圆塔 圆顶和其他仙天法宝 便是藏在道宫的深处 道宫的神秘 即便是居住在那里的仙君 也未能完全开发出来 有人心神激荡 低声笑道 只要修成仙君 我也可以进入道宫 拥有一片自己的仙城 在道宫中拥有自己的仙城 是绝大多数仙人 梦寐以求的事情 不仅仅代表着 至高无上的成就和荣耀 而且道宫也可以滋养道果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 探索地和尊留下的奥秘 不过 也并非所有的仙君 都期望在道宫中建立仙城 比如兵破玄女正的帝君 便不曾进入两宫 兵破玄女主要是 因为两宫都拉拢她 若是拒绝了一方 必然会遭到打压 她刚刚成为仙君 还未站稳跟脚 无论得罪先帝公 还是先尊公 她都吃罪不起 而摩天仙君 则是有着通系范的身份 即便想加入两宫 也不得其门而入 并非她不愿进入两宫 人应该已经到齐了吧 上方重重的仙城之中 一尊尊仙君露出伟岸的身形 家父坐在庆云之中 神圣庄严 欲经仙君开口 声音隆隆传下 道 这次原始之地开启 我仙界当大星 只怕可以多出 诸多于我等平起平坐的仙君 真是一大姓氏 可惜 摩天和玄女两尊道 有不曾到场 突然 只听一声大笑传来 诸位道兄 我已经到了 不过因为不堪某人的作为 我还是不必露面了 不过我们下两人 需得要送入原始之地 一道鸿蒙大河穿过虚空 将玲珑道人和宣楼仙王送入蒋道崖上 去阿仙君突然呵呵一笑 探手向第六虚空中抓取 笑道 摩天道友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 通龙 仙界第六虚空剧烈震荡 虚阿城中 仙光迸发 遮天蔽日 无数仙道浮现 晃动不休 虚阿仙君面色为尘 显然与摩天仙君这一次小小的碰撞并没有占到便宜 突然 滚滚的鸿蒙混沌涌动 侵入仙界第六虚空之中 只见一座混沌天国挤入第六虚空 露出波澜壮阔的一角 一尊古老的混沌古神面孔贴在天国的鸿蒙摩胎之上 莫大如日 呵呵笑道 仙界道友 我混沌古神也是仙界的缔造者 这原始之地开启 岂能没有我们的一份人 我也像宋己尊古神 进入仙界原始之地 不知各位道友意下如何 讲道爷上一片混乱 诸多仙界强者被那滔天的混沌之气压的几乎喘不过气来 混沌古神 长生仙王等老一辈仙王面色凝重 常常吸了口气 此为仙王咬牙道 混沌天国的三大统领之一的大严古神 混沌天国的混沌古神有三大统领 被斩首的罗魔 已经陨落的魔赫 还有便是大严古神 其中大严古神的实力最是强大 掌控混沌天国 乃是霸主之中的霸主 是即将超脱先军 即成为混沌天军的强大存在 而且也是掌控仙天灵宝园中的恐怖存在 大严古神继承了不空道人的园中 屡次攻打仙界 给仙界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仙人死伤无数 甚至连仙君也陨落了不少 这是真正的巨无霸 仙君之中没有他的敌手 若非仙界的仙君足够多 仙界早就被他扫平 两宫之中的仙君 一个个面色凝重起来 唯独玄斗仙君面不改色 似乎是不关己 甘愿仙君则露出兴奋之色 饶有趣味地盯着混沌天国上下打量 欲经仙君开口 微笑道 大眼道兄 仙界是仙人之地 混沌天国才是古神之地 道兄莫非要越界不成 混沌天国身处 无头的罗魔古神浮现 胸腔中传来惊天动地的笑声 震撤第六虚空 不给劲 便捣乱 诸位道友 你们诸多先王涌入原始之地 仙界空虚 我们趁机攻打仙界 只怕你们也要死伤无数 甚至说不得仙君也要陨落几位 大眼古神呵呵笑道 欲经 圆塔圆顶 并不受你们控制 而我则掌控了圆中 你们有谁能够阻挡我 欲经仙君等人大皱眉头 玄斗突然开口道 大眼道兄 你要派几人进入原始之地 第1231章你们算蛤屁 大眼古神的目光向玄斗仙君看去 脸色为变 嗯 玄斗道友果然不凡 历经5400万年的结束 明了因果 没想到 你居然到了战因果正天君的程度了 看来将来的仙界 我并非没有对手 无道不孤 无道不孤啊 说到这里 大眼古神大哭大笑 双眸中竟然有眼泪溢出 洒落下来 为自己在前路上能有对手和道友而大欢喜 他又哭又笑 但却让人丝毫也没有感觉到脚柔造作 反而感觉到大眼古神内心中那种至诚 至诚于道 至诚于心 诚于道 可以在求道路上 为自己有能够与自己相匹敌的对手而欢喜 诚于心 大哭大笑意是本心 单单这一点 他的道心造诣 已然远在其他仙君之上 大眼古神的话一出口 玉京 龙罗 自然 景月等仙界的古老仙君一个个脸色陡然 纷纷向玄兜仙君看去 不过诸多仙君随即面色如常 看不出内心活动 但想一想也知道 这个消息让他们心中震动 有人心惊 有人畏惧 有人起了其他心思 玄兜遭结五千四百万年 断去了自己与下界的因果 又收了玄皇老祖 断了自己开辟玄皇大世界的因果 他抽丝剥茧 已经将自己的一切因果理顺 只待将因果了结 便可以正的天君 超越先君 而让玄兜先君遭结这件事 两宫之中的先君不少人都有参与 有人在明面上下手 有人在暗中使半子 全都在成就天君之前 必然要了断因果 可想而知他们会有怎样的下场 虽不至于死 但难免会遭到镇压打压 坐以待毙并非是先君的作风 就算自己没有陨落之余 但脸面对他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 全都先君面色古井无波 淡然道 前路上能有大眼道兄同行 于心胜味 大眼古神哈哈大笑 道 好 今日有玄都道有在 我不能不给你一个面子 当年帝和尊与不空道人一起开辟了仙界 我混沌古神也是出力颇多 才有如今的仙界 因此我们派出的人 应该与仙界的人一般多 龙罗菩提先君冷笑道 一般多 先帝 先尊不空 三人开天 不是两人 大眼道兄莫非不会算数 大眼古神打个哈哈 笑咪咪道 那就依龙罗道有所言 我混沌天国就派出仙界的一半人马好了 龙罗菩提先君正欲答应 突然醒悟 连忙闭嘴 没有应承下来 欲经等先君脸色为变 暗暗埋怨龙罗菩提先君 此次仙界原始之地开启 进入其中的仙人多达二百余尊 这二百余尊真仙 仙王 此刻尽数聚集在蒋道牙上 若是被蠢昧无知的人见了 还以为是真仙不如狗 仙王满得走 却不知这是仙界八亿多年 发展出的中坚力量 八亿多年 也不过二百余尊真仙 仙王 数量少得法子 混沌天国派出一半的人马 那就有一百多尊混沌古神 混沌古神拥有着变态般的肉身 真仙级别的古神肉身便已经达到仙王的层次 而仙王级的混沌古神 其肉身更是直追仙君 变态者更是可以与仙君媲美 一百多尊混沌古神 足以能将所有仙人屠杀一空 全兜仙君眉头轻轻扬起 轻声道道兄 不要得寸进尺 这里是仙界 便依我仙界的规矩来 仙君拥有两个名额 混沌天国目前仅存两尊仙君级的古神 当可以派出四人 罗母古神笑道 玄兜 仙王好像也有两个名额吧 我混沌天国中 仙王级的古神可并不在少数 虽然不如仙界中的仙王数量多 但也有二三十尊 所以 我混沌天国也应当有六十个名额才对 全兜仙君摇头道 仙王没有名额 有名额的是仙周之主 每一尊仙周之主都有两个名额 混沌古神中并无仙周之主 所以混沌天国可以派出四人 罗母古神皱眉 大言古神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依道有所言 仙君急得存在派出两人 我混沌天国便派出八人进入原始之地 锦阅女君咳嗽一声 心声道 大言道兄 你们只有两尊仙君 何以要派出八人 因为我们回来了 突然两个声音同时响起 两尊古老的古神出现在 气息涌动 比罗母古神丝毫不弱 但气息更加沧桑 这两尊古神长得一模一样 乱糟糟的胡茶子和一头乱发如同一根根紫色的利剑 眼神明亮 只见他们的眼睛与众不同 其中一尊古神的双眸 每一只眼睛竟然长有三颗雪白的眼瞳挤在一起 三颗眼瞳时不时围绕中心转动一下 调转位置 而另一尊古神则是长着金色的眼瞳 也是三颗眼瞳挤在一只眼睛之中 这两尊古神背后结生有翅膀 龙喜树在身后 金瞳古神 银瞳古神 原来是你们两个败类 欲经先君豁然起身 冷冷到 当年帝和尊与不空道人翻脸 便是因为你们二人滥杀无辜 以至于不空道人与帝尊决裂 你们二人 被不空道人流放在废弃之地 你们居然还能找到回来的路 金瞳古神背后双翅展开 扑闪一下 哈哈大笑 声音如同金石 废弃之地把我们兄弟二人困了八亿年 八亿年呢 不过好在我们终于寻到了出去的道路 这不就回来了吗 欲经先君冷恒一声 显然欲经同迎同兄弟二人就怨颇深 甘元先君突然笑道 既然如此 混沌天国便派出八人吧 金瞳银瞳两人的眼眸齐齐落在他身上 露出疑惑之色 对视一眼 低声道 这丝莫非便是当年跟在帝和尊身后的那的废物 帝尊弟子中的垫底祸 怎么如今居然正的先君了 连这祸也能正的先君 可见仙界的先君质量堪忧 大眼古神探出一只手掌 只见掌心中站着八尊古神 赫然是先王级的存在 这只手掌轻轻一震 顿时穿破混沌天国 探入仙界第六虚空 虚空剧烈震荡 如同掀起莫大的风暴 呼啸吹动仙界第六虚空 甚至连在讲道崖上的众人也几乎被虚空飓风卷了出去 两大道宫之中传来一声声冷横 一只只大手纷纷从那些灰红壮观的仙城之中探出 向大眼古神的大手狠狠拍去 只有玄兜仙君 甘元仙君没有动弹 欲经仙君迟疑一下 也没有出手 而在此时 突然只见虚空飓风陡然平息下来 风平浪静 大眼古神轻轻翻手 将八尊混沌古神放在讲道崖上 两大道宫中的虚阿 元空仙君等人见状 急忙收回各自的法力 他们原本以为大眼古神是打算将讲道崖上的真仙仙王通通击杀 因此全力出手阻拦 却没有料到大眼古神居然收了法力 他们也只得收回法力 就在他们收回法力的一瞬间 突然只见那只大手的六指扬起 一根根粗大的手指灵巧无比的弹动 波 元空仙君率先遭到攻击 手掌竟然被这一指洞穿 破开一个大洞 碎骨乱飞 波波波 又是五声轻响传来 虚阿 龙罗菩提 景悦 太真 明犯五大仙君各自手掌受创 被弹出五个血洞 第六虚空 指引翻飞 自然老君 天门仙君 昆仑仙君等人也没有来得及收回手掌 此刻法力又被他们各自收回 顿时遭到攻击 一个个手掌附唱 指掌之间鲜血淋漓 两宫之中 一声声怒喝传来 诸多仙君竟然一起负伤 不由纷纷大怒 便欲起身动手 大言鼓神哈哈大笑 收回手掌 笑道 诸位道友向我出手 难道便不容许我还手吗 金铜 银铜两大鼓神异口同声道 不错 诸位道友 先借一向讲究以礼服人 莫非要仗是欺人不讲理了 自然老君等仙君面色为尘 又自个自作下 这个大言鼓神 真乃一代雄主 枭雄般的人物 欲经仙君心中一沉 刚才我若是出手 只怕也是着了他的道人 大言鼓神脸色陡然沉了下来 喝道 孩儿们听令 到了仙界原始之地 宝物机缘倒在其次 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杀了玄天教主 搜魂锁破 将不空道人的传承给我取回来 这是第一要物 是 讲道牙上 八尊先王级的古神奇奇功身 接着一尊古神大步走出 扫视众人 冷冷道 哪位是玄天教主 还请站出来 让我们认一认 一道道目光奇刷刷落在江南身上 江南咳嗽连连 嘴角一血 缓缓站起身来 微笑道 江某再死 你死定了 那尊混沌古神脸色淡漠道 龙罗普尊突然哈哈大笑 长生而起 混沌天国的道友 玄天使我的猎物 你们胆敢跟我抢便 是与我作对 那尊混沌古神眼帘低垂 冷冷道 你也死定了 混沌古神好大的口气 居然使我仙界如无物 真当我仙界的强者都是死人麻 龙罗普尊冷笑道 我还从未吃过混沌古神 到了原始之地 倒要吃几个混沌古神开开昏 说得好 八音先王几掌赞叹 笑道 玄天是我仙界的人 他身上的宝贝人 自然是我仙界的宝贝人 无论不空道人的传承 还是先天不灭灵光 都是我仙界之物 自然要落在我仙界之手 还轮不到混沌古神插手 金轩笑盈盈道 玄天教主乃是我的猎物 你们若是与我抢 别怪我心狠手辣 图案声音中带着凌厉的杀气 冷冰冰道 无论你们谁杀了玄天 我只要他的先天不灭灵光 又一尊年轻才俊哈哈大笑 神采飞扬 我对神祖的道国很有兴趣 既然杀不了八仙王 那么得道第九神祖的道国 却也不错 那八尊混沌古神脸色不变 任由仙界的一尊尊真仙仙王 你一言我一语 突然一尊古神冷冷道 玄天我们要杀 你们也必须要死 讲道牙上 一尊尊强者杀气澎湃激荡 相互对立 气氛渐渐凝重 听不到任何一丝声响 突然 咳嗽声响起 江南剧烈咳嗽 喉咙中一口鲜血涌上来 抬手抹去嘴角的血迹 想杀我 江南目光缓缓缓从众人脸上扫过 心笑道 江某一声叱咤 助救神祖道国 雄力玄舟 吞杂驼 并无人禁区 开创不是霸业 狼吃肉 狗吃屎 我就算道国遭到重创 只剩下两成的修为两成的实力 我也是恶虎 要吃人 你们 算个屁 咳咳咳 他又剧烈咳嗽 习印情义脸担忧道 别说了 你又吐血了 第1232章原始之地开启 讲道牙上 气氛变得无比压抑 来自混沌天国的古神 各大仙君先王门下 出类拔萃的强者 八仙王 三大仙王 目光纷纷落在江南身上 你们算个屁 这话极为粗鲁 尤其是对这些高高在上的存在来说 显得尤为刺耳 但江南偏偏就说了 避拟他们 轻视他们 讲道牙上 大半的强者都目录杀意 滚滚的杀意几乎凝聚成实质 江南哑然 笑道 看什么看 如果你们能看死人 我早就死了 有种就动手 没种就瞪眼 好想干掉这小子啊 龙罗普遮磨牙 很哼唧唧道 太嚣张了 太欠揍了 可惜在讲道牙不能动手 否则便会被仙君驱逐出去 金轩仙子被持咬着嘴唇 称怒道 这丝太可恨了 真想在这里就干掉他 江南向他笑道 不敢动手 还是没种 金轩仙子几乎被他气得吐血 怒道 别拦着我 我一定要干掉他 哗啦 人群散开 没有一个人阻拦他 金轩仙子呆了呆 焦怒道 你们这些坏呸 想让老娘动手 然后让仙君驱逐是不是 老娘才不上你们的当 老娘要在仙界原始之地活活打死他 权倾先王目光闪动 笑道 玄天 你做死的本领又建长了 可喜可贺 江南笑咪咪道 玄清道兄 莫非也像干掉我这个第九神祖 权倾先王叹息道 你我同为神祖 原本不应该向你下手 怎奈你背叛神道 于兄也不得不大意滅轻 忍痛杀你 只是 你未必能活到我出手的那一刻 想杀你的人实在太多了 清华先王正色道 神祖本应该相互扶持 自相残杀只会令人耻笑 但是害群之马如果不除 只会违及族群 教主修怪 到了原始之地 你我之间也有一场恩怨因果要了结 只要你能活下来 我会去找你 教主 珍惜最后的时光吧 玉皇先王叹了口气 这可能是你最后的光阴了 习应勤 胡天老祖等人露出忧色 还未进入原始之地便已经有这么多强者要对付江南 到了原始之地之后 只怕迎接江南的将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而面对这些强者 即便习应勤 胡天 半圆 钟秀秀 再加上紫霄老道和玲珑 宣露一起上 也远不是对手 胡天老祖心惊胆战 逼声道 紫川 少说一句吧 江南神士传音道 胡天老师放心 太平是打出来的 不是求出来 经过这一战 仙界之中 再无人胆敢小驱我 可以保我下界非仙之人的安宁 胡天老祖面带优色 你只剩下两三成的修为实力 谁说我只剩下两三成的修为实力 江南哑然 笑道 胡天老祖瞪眼 怒道 你自己说的 是了 是你自己说的 李这坏呸 他猛然醒悟过来 仙界中所有人都在传言 玄天教主只剩下不到三成的修为实力 却不知这句话的源头到底出自哪里 而他却知道 其实这句话是从江南自己口中传出来的 不过 你的修为却真的跌落到真仙出奇了 伤势肯定是极重吧 江南点头 叹了口气 道 我的伤势是极重 只剩下七成的实力 胡天老祖几乎要跳江起来 江这小子抓起来痛欧一顿 突然又想到江南剩下七成实力 自己远非其对手 只得作罢 不对 甘原仙君赠你的红丸仙丹 最多只能治疗你两成的伤势 让你恢复到四成实力 你是如何恢复了另外三成的实力 他直勾勾地看向江南 说出自己的疑惑 难道说你拥有史前妖族的双修之法 这也不对 你没有碰过洛花英 南郭仙翁他们带来的母妖精 而且他们回来的时间晚了四年 如果是那时候双修你的伤势已经恶化 嗯你是与其他女妖精双修的对不对 而且是在受伤之初便已经双修镇压住伤势对不对 胡天老祖恍然大悟 悬天仙玉中的女妖精好像只有一个 就是东吉纳的小狐狸 老师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胡天老祖目光炯炯盯住他 江南说不出话来 不由老羞成目 正欲将这个爱管闲时的美少年痛打一顿灭口 却在此时 只听一声声剧烈的震动从更高层次的仙界虚空中传来 那震动高远幽深 有如深海中传出的神秘之音 即便是两宫的诸多仙君 此刻也不由激动起来 一个个仰起头 向仙界更高的虚空中看去 仙界更高的虚空 第八虚空 连仙君也无法进入 仙界第六虚空藏着蒋盗盖和一些神秘的大陆 第七虚空中蕴藏着两座道宫 第八虚空到底有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有传闻 仙界的第八虚空中藏着地和尊收集的先天法宝 还有金氏的宝藏 而第九虚空 则是原始之地 如今 原始之地开启 在仙光从原始之地投射下来的一瞬间 他们便可以借机观察到第八虚空的景象 看看第八虚空中到底被地和尊藏着什么 轰隆 从第九虚空中传来的震动震荡愈发激烈 这一瞬间 仙界大千时空都被这股剧烈的震动波及 大千时空剧烈震荡 仙界六十三周也自轰隆作响 只见无数仙界仙道被这股震动从虚空中 大地中 河山中 仙海中挤出 密密麻麻的仙道一瞬间将仙界照亮 通龙 第九虚空再次震动 比上一次更加猛烈 只见一层层虚空被这震动震的仙道溢出 渐渐变得明亮起来 仙界的虚空昏暗不明 而此刻仙道被第九虚空传来的震动点燃 竟然将这些虚空照亮 江南等人站在蒋道崖上看去 只见仙界的第一虚空 第二虚空 第三虚空 一直到第七虚空 通通变得通透如皱 被那些溢出虚空的条条仙道照耀的叉子烟红 多姿多彩 站在蒋道崖上看去 下方的仙界浩瀚的土地疆域 山河湖泊大海 西数收于眼底 而那一层层虚空也没有半分秘密可言 快看 第一虚空中竟然有这么多生灵 有人惊呼道 只见仙界的第一虚空 仙雷化作雷海 雷海围绕仙界组成一个巨大的魔胎 而在雷海之上 数不尽数的异兽在雷海之中 雷海之上翻飞 兴风作浪 数量之多 比仙界的仙兽还要多得多 其中步伐有极为强大的仙兽 不逊于仙王的存在 而在仙界第二虚空之中 则出现一个个秘境 支撑那些秘境的赫然是一件件 威能强大的法宝 在不断汲取第一虚空中雷海的力量和威能 这些法宝 应该是地和尊所留 用雷海来淬炼这些宝物 使法宝成熟 此刻这些法宝通通被第九虚空的震动激发 浩瀚的威能爆发 可以看到无数道仙道从法宝之中溢出 炼入仙界的天地之中 第三虚空中也有诸多原本隐秘在虚空中 即便是仙王仙君也不曾发现的秘境浮现出来 那是三千仙山 三千座仙山漂浮 每一座仙山都比仙界最神圣的仙山还要神圣 第四虚空中则漂浮着三百座仙池 第五虚空中则涌现出三十座仙天仙玉 而第六虚空中则只有一座蒋道 涯河十二座大陆 不过很快第六虚空被照亮 众人发现在第六虚空中的十二座大陆渐渐碰撞 组合 化作一面硕大无棚的圆盘 轰隆隆转动 无数悬翼的符文从大圆盘中迸发 至于第七虚空的两大道工则悉数被照亮 即便是仙君也不曾将这两大探索一遍 而此刻两大道工的本来面目则悉数出现在众人面前 称得上波澜壮阔 辉弘广大 通龙 又一声震动传来 仙界的第八虚空渐渐明亮起来 巨大的阴影出现在众人眼中 又是一声震动 第八虚空越来越明亮 那些阴影也渐渐清晰 只见在第八虚空中一口口巨大的黑棺 静静地漂浮在第八虚空中 让人头皮发麻 帝和尊将这些黑棺放在第八虚空 棺中到底埋葬着什么东西 刷 仙界八层虚空悉数被照亮 无数仙道如同炙热的火炼翻飞翻腾 突然从天而降 齐齐向下方的仙界飞去 一道道仙道落入原本是杂陀州 现在是玄州的疆域之中 江南的玄州剧烈震荡 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仙界六十三州仙道 加上八重虚空的仙道仙宝秘境 仙玉道宫 等等奇异之地的仙道之威 一起轰入玄州中的一个地方 这番轰急 威能之大 别说仙君 就算是超脱仙君的存在也会被轰杀 江南宁目看去 这次仙界所有仙道轰急的地方 便在玄天仙玉不远处 是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 心中不由为动 难道那里镇压着一头史前巨头 轰隆 轰隆 第九虚空一次又一次震动 调动仙界所有力量 不断向玄州那片原始森林轰下 而在此时 第九虚空中一道仙光渐渐从天而降 穿过第八虚空 第七虚空 头罩在蒋道崖上 一尊尊仙君豁然起身 沉生鹤道 原始之地已开 快快从仙光中飞入其中 各的机缘 一道道人影顿时冲天而起 纷纷顺着这道仙光向上飞去 江南也冲入仙光之中 星道 姐姐和道王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幅景象 去探查一下仙道轰急之地 第1233章较量一场 两大道宫中 玉京 须阿 龙罗菩提等仙君看着仙界一种重虚空 突然自然老君感慨到 仙界的每一种虚空 都隐藏着诸多秘密 原始之的在第九虚空 其中的秘密一定更加惊人 可惜 我们无法进入 太真仙君叹了口气 道 我们只能凭借他们之手 去探索第九虚空 而即便是前八层虚空 也是宝物无穷 我们竟然也不能得到其中的任何宝物 诸位仙君沉默 仙界的前七层虚空 他们都曾经探索过 也遇到了诸多宝物 比如雷海中的异兽 秘境中的法宝 还有那一座座先天先玉 可惜的是 那里留下了先帝和先尊的重重布置 即便是仙君 也无法收走任何宝物 仙君虽是仙界中最为强大的存在 但也无法破开帝和尊的布置 将这些虚空中蕴藏的宝物弄到手 因此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衣重重虚空中的宝物 却无法取走 甘元仙君笑道 诸位道友 帝和尊留下这些布置 应该是为了将仙界彻底开辟出来 甚至炼化那片无人禁区 而这些宝物 多半是留给有缘人 我们并非是有缘人 若是有缘人出现 这些宝物便会自己认主 从而造就出一批强大的存在 足以能支撑起仙界 全都仙君点头道 这些宝物造就的强大存在数量绝不在少数 那时的仙界 只怕比如经大了无数倍 而我们两大道工的仙君 再也无法统治仙界 那时 仙君不再是君 而是诸侯 有缘人 龙罗菩提先君眼中金光闪动 道 甘元师兄 玄兜师兄 不知你们以为什么人才算是有缘人 甘元先君打个哈哈 笑道 帝和尊的布置 我哪里知道 玄兜先君目光忧伸 看着从第九虚空中垂落下的仙光 忧忧道 这次进入原始之地的 便是原始之地的有缘人 将来得到其他虚空宝物的 便是对应的有缘人 两位师兄和梅叔一样 明范先君豁然起身 目光落在玄州的那片原始森林中 只见随着地九虚空的震动 仙界的力量悉数被调动开来 还在不断轰击那里 而那片原始森林已经被移为屏蔽 轰出一个巨大幽深的洞口 明范先君微笑道 地九虚空调动仙界所有力量轰击那里 那里必有蹊跷 诸位师兄不如我们前去探一探 你们意下如何 一尊尊先君一动 纷纷起身 笑道正要探一探 两宫的先君一起降临 来到玄州 早已惊动玄州中的盗王等人 全都先君不愿沾染因果 因此没有随着其他人一起前往轰击的中心 而是分道来到玄天仙玉 向盗王 江雪和南郭仙翁建立 道玄天不在 你们便是此间的主人 客随主便 我是客人 敢问可否进入这仙界之力 轰击之处查看 道王 江雪和南郭仙翁对视一眼 江雪笑道 道兄客气了 全都道兄 我以为你想要进入那里探索一番 还是要稍等片刻 待到这番轰击平息之后再进入也不迟 全都先君神情为动 道道有所言极是 那就等到轰击平息之后 我再进去 江雪笑道 还请道兄带着我们一起进入 说不得可以让我们也得到一分机缘 全都先君点头 静坐下来 道王若有所思 道 东极道有所言善事 此刻仙界之力轰击那片原始森林 微能是何等的刚猛霸道 说明下面镇压的东西厉害无比 需要集结仙界之力才能将其炼化 现在便进入那里 只怕危险重重 待到仙界之力不再轰击 便说明下面的东西即便不死 也没有了多少威胁力 南郭仙翁笑道 选都道有也是极为厉害 别的先君都不来这里问过主人 唯独他前来 说明他的心境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 不沾因果 知晓厉害 三人正在说着 突然那口巨大的洞口中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 只见一道道仙光从洞口中飞出 眨眼间消失不见 接着 那些仙光所过之处 仙血从半空中洒下 天降血雨 这血赫然是仙君之血 蕴藏着无穷的纤维和能量 洒在玄州的土地上 只见那些树木花草被血雨浇下 顿时疯涨 一株株花草树木竟然化作灵药仙珠 而那些走兽重于被血雨淋过 也一个个成长为仙兽 实力突飞猛进 南郭仙翁目光闪动 道 那些仙君 都受伤了 而且伤势极重 全都仙君点头 向江雪失礼 道 多谢了 道兄客气 江雪还礼 道 道兄 子川进入仙界原始之地 你看生死如何 全都仙君脸色淡然 道 这原始之地是诸虎相争之乡 由虎陨落 由虎化龙 全天虽是富商 但依旧是蒙虎 只是 进入原始之地中的不仅仅有蒙虎 也有古神 也有始前的存在 是生是死 难以预测 始前的存在也进入原始之地了 江雪也不禁担忧起来 连忙道 仙君既然已经看出有始前存在 为何不阻拦他们 何须阻拦 全都仙君纳闷道 他们既然已经转世 融入到我仙界之中 那就是我仙界之人 又何必阻拦 仙界原始之地下方 仙光之中 一道道人引杰力向上飞去 试图进入原始之地 仙光中的压力越来越强 这种压力是针对 修为境界而来的压力 境界越高 压力越强 而修为太低 在这股压力下 却根本无法飞起 修为最强的如巴仙王 安清 南瞻 东云和原狱仙王 遭到的压力最大 反而步步艰辛 只能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而诸多真仙 仙王的速度反倒比他们更快 尤其是真仙 速度远超巴仙王等人 玉林子金轩 龙罗普尊等人更快 尤其是肉身最为强横的龙罗普尊 速度远超他人 不由哈哈大笑道 诸位 看来某家要第一个登入原始之地了 他话音未落 突然只见两道人引从他身边经过 却是青上仙子和松原真仙二人 不由双目瞪圆 怒吼一声 加快速度 怎料他两人的速度始终比他快了一筹 却在此时 又有一人越过了他 走到他的面前 龙罗普尊大怒 怒眼看去 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真仙 根本不认识 此人很快与青上仙子和松原真仙 并驾齐驱 甚至有超越两人的趋势 然后 又有一人越过龙罗普尊 让龙罗大受打击 短短片刻时间 便有四五人越过龙罗普尊 他自负肉身无敌 此刻被打击得几乎抓狂 又有一个人 隐晃晃悠悠地超越他 正是江南 一边走一边咳嗽 嘴里还难难道 我只剩下两三成修为实力 只怕是追不上他们 要垫底了 龙罗普尊难过得几乎吐血 拼命发力 却始终无法追上江南 只见江南晃晃悠悠地消失在前方的仙光之中 不见踪影 这病夫怎么可能超过我 是了 他只剩下真仙出奇的境界 但是肉身强度却还在真仙大圆满境界 所以才能走得如此之快 想到这里 龙罗普尊顿时放下心来 心到 刚才超过我的那些人 一定也是同样的原因 修为境界比不上我 所以才能跑到我的前面 江南迈步前行 仙光中的压力对他来说几乎如同不存在一般 简直可称贤庭信步 他的肉身已经超越了混沌古神的极限 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仙光中的压力主要是针对修为境界而来 对他的压迫并不十分强大 没过多久 江南便赶上青山仙子和松原真仙 只是却有六七道身影依旧在他们之上 这几人 莫非就是无人禁区中的那几尊转世的史前道君 江南心中凛然 这几人的确强大 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江南自存如果全力冲刺 多半可以追上他们 在肉身之上的成就 无人能够超越我 史前道君转世也不成 突然 一股恐怖的威能爆发 向他袭杀而来 正是青山仙子出手 江南哈哈一笑 猛然发力 向前冲去 江青山仙子的攻击抛在身后 扬长而去 笑道 两位道友 你们谁成了女人 他这番动用了距离肉身 几步之间便将青山和松原甩得无影无踪 青山和松原二人只能看到一道黑影笔直冲天 接着便再也看不到江南的踪迹 不由骇然 师生道 他的肉身怎么可能这般强大 前方 七道人影并驾齐驱 赫然也是在鼓荡所有的修为力量 竭力冲刺 试图超越其他人第一个冲入原始之地 几位道友 可叹我们前世不在同一世 以至于未能交锋 真是万古憾事 一位眉清目秀的真仙微笑道 好在这一世我们重生 有了较量争锋的可能 不如先在这里较量第一场 又有一人哈哈大笑 神采飞扬 好 仙道时代 没有能够与我们并驾齐驱的人物 却也寂寞 幸好有几位道友作伴 这一世不再寂寞 一位女子叹道 五十六亿年寂寞 一万岁月深埋禁区 这一世终于碰到对手了 又有一位灰袍道人眉头青阳 较量一场 七人哈哈大笑 一口瞳声道 较量一场 呼 一尊伟然的巨人 突然间迈步从他们中间冲了过去 迈开脚步狂奔 将七尊转世的道君甩得无影无踪 七人的表情凝固在脸上 第1234张仙道霞光 追 七人顿时醒悟过来 急忙发力 全力冲刺 只见仙光不断垂落 压力越来越重 即便他们是转世的道君 也不再像先前那般轻松如意 脚步不觉肩慢了下来 追了两久 始终不曾见到那尊巨人的身影 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肉身 那位灰袍道人师生道 其他六人也是大皱眉头 他们乃是道君 道君是一个时代的大道之主 纵揽一个时代 能够达到道君这个层次的人都是凤毛麟角 少之又少 而道君的肉身 都是达到极致的人物 虽然没有像神母道君那等变态 但也可以与混沌古神媲美 再加上道君不仅仅是大道 甚至可以创造大道 开辟宇宙乾坤 定下天道刚长 他们对道的领悟已经达到极致 前方在无道路可走 在他们的驾驭下 完美的肉身更能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让自己的速度也提升到极致 虽然现在他们的修为境界没有达到很高的层次 但是在这里 根本不可能出现那尊仙人能够在速度上超越他们的情形 然而刚才那个冲过去的巨人 却偏偏将他们甩得无影无踪 让他们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幕 备受打击 难道是巨灵时代的道君转世了 一位女仙男男道 巨灵道君转世 多半可以让肉身超脱 达到这等层次 其他人松了口气 年轻真先笑道 若是巨灵道君的话 道不足为律 因为他没有法力可以动用 综合实力并非超越我们 很快 西人便冲出仙光 终于进入仙界的原始之地 只见七道人影立刻分开 各自站在一座山巒之巅 背负双手而立 七人久久不曾动弹 只见这七尊转世的道君周身笼罩在仙道光环之中 看不出面目 显然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不想在自己尚未达到自保的程度时 被外人知道自己是史前道君转世 过了片刻 那灰袍道人口中传来苍老的声音 低声笑道 真想与诸位道友较量一场 已完成五十六亿年梦寐以求有的夙愿 那尊女仙声音低沉如凤卓目 轻声道 亿万载岁月无敌 沉寂在禁区之中 虽知诸位在我左右 却不能较量印证 可喜可叹 只是今日我们却不能交手 令人叹望 那年轻仙人叹息道 目前的我们还是太虚弱了 在这个时候交手若是落败身死 只是一场遗憾 并不能让我们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 所以 我们只能放弃这个机会 另一位女仙声音清脆 道 我们会重新登上到君之巅 君临仙道时代 未来 我们会以巅峰姿态遭遇 那时再作过一场 不错 那时再作过一场 七人相互拱手 身影洒然飘起 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而去 消失不见 而在此时 江南已经深入这片广袤无际的山林之中 只见此地的仙气越来越浓郁 山林茂密 生长着奇异的仙药和树木 一路走来 它已经采集了不少珍惜无比的仙药 甚至还收取了一座仙叶灵湖 泉州虽然领地广阔 但都是平级之地 别说仙叶 电视仙气都十分稀薄 如今的泉州一穷二白 收取了仙叶灵湖 足够泉州几百年的日常用度 不过这里异常凶险 虽然遍地是宝 但是宝物旁边都有一场强大的仙兽守护 这些仙兽在仙王之中都属于了不起的强者 甚至还有更为强横的存在 江南便遇到一头恐怖的仙兽 人手蛇身 手尾各掌着人头和上半身 他的蛇身盘在山上 头颅杵双手抱着山头 头颅则看着山头上的一道灵犬 这头仙兽的实力强大 深不可测 恐怖的仙威兽威冲涩天地 他守护的那道灵犬溢出仙天玄气 耳盘着的那座仙山 赫然是冰魄组成 这是先天玄气凝结而成的灵犬 江南站在远处看时 只见灵犬中生长着两朵冰魄花 竟然是与冰魄玄女一样的同生冰魄花 我要那两朵花 江南子府之中 兵连圣母借着江南的双眸 看到那两朵并生在一起的冰魄花 不由尖叫起来 这两朵花都不逊于冰魄玄女那朵 一朵可以炼化变成我的完美肉身 另一朵吃了之后 我便可以一举成为先君 全天 我要那两朵花 江南稍稍释放一缕气息 顿时那头恐怖的仙兽两颗人脑袋转头看来 似猛扭曲天地时空 恐怖无比 目光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冻结 江南立刻后退 只见重重冰魄 煞时间将方圆数百里冰封 险些便将他封镇在冰魄之中 太强了 比八仙王这等存在都要强大 原始之地怎么会出现这等凶悍的仙兽 江南心有余计 这头人头蛇身的仙兽显然是在探守那两朵冰魄花 没有追击 否则自己很难逃脱 若是冰魄玄女在 应该可以得到这场机缘 可惜他已经修成了仙君 他暗叹一声 这是属于冰魄玄女的机缘 换作其他人来取都会面对这头人手蛇身怪物的袭杀 除非拥有超绝的实力 能够干掉这头人手蛇身怪物 不过在江南看来 此次进入原始之地的所有人都没有这等实力 我要那两朵花 并连圣母的道果在他子府空间中蹦蹦跳跳 又是撒娇又是威胁 江南安慰道 道友 这里只是原始之地的外围 外围的都是破烂玩意儿 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 好歹你也是天君 见多了好东西 原始之地中心肯定还有更好的宝物 我一定会寻到一具比这两朵花更好的肉身给你 冰连圣母不满道 你是打不过那头蛇 还想来胡弄我 江南正色道 怎么会 我是不想寻到一具废柴肉身 把你害了 我要寻 当然是寻一具十全十美的肉身 让道友这一世可以修成道君的完美肉身 你就是打不过那头蛇 还要找借口 须 前面有一头大家伙 好像在守护着一道仙道霞光 我去看看 你打不过那头蛇 并连圣母继续激将道 江南不吃这一套 任由他如何激将 也不回头去找那头大蛇挑战 在他前方一片山林之中 一道仙道霞光冲天而起 脚腾变化 仙光之中展现出庭台楼阁宫殿宫阙的重重异象 这仙道霞光中的异象 好像是道果中的道宫 原始之地 怎么会有这等奇异的宝物 若是将这道霞光连入道果之中 只怕便可以将我的实力提升到半部仙王的境地了 虽然不是真正的开辟道宫 但正道仙王必然更加容易 守护这道仙道霞光乃是一头鸟族人身双翼的仙兽 双目如同电光 目光所过之处 仙雷自双眸之中射出 滋滋啦啦 这是一头能够与仙海龙王这等存在媲美的仙兽 实力也是强大无比 仙道霞光无法治愈我的伤势 我要寻的是仙界大道本源 只有仙界大道本源 才能让我伤势痊愈 并且一举修成仙王 不过 这道仙道霞光收取之后 可以交给其他人 让他们提升到半步仙王的境地 咚 江南一步迈出 向那头鸟族人身的仙兽走去 大地在他脚下震动 顿时惊动那头仙兽 扭头向他看来 自拉 江南周身仿佛化作了仙雷之海 将他淹没 咚 咚 咚 江南顶着雷海迈步走去 那头仙兽不由大怒 身后双翼一阵 呼啸扑来 身后双翼抖动 只见无数鲸鱼堕堕托体飞出 化作一道道金光灿灿的仙剑 如雨般向江南斩下 聚灵霸体 江南抱呵 身躯一抖 突然变得无比伟岸 只见无数仙剑 蒸蒸蒸展在他的身上 刺入皮肤之中 江南身躯晃动 无数仙剑纷纷落下 竟然没能刺穿他的皮肤 那头仙兽头颅一晃 脖子疯涨 长达醋里 脑袋越来越大 如同一座大山 张口吞天 向江南着下 江南探手 一把捏住他的脖子 另一只手掌扬起 在这头仙兽脑袋上重重一拍 只听轰隆一声 这头仙兽被他一掌震散 庞大的肉身突然间缩小 化作一枚玉牌当郎落地 这事 江南愕然 捡起这面玉牌 只见玉牌上画着一道 与那头仙兽形容仿佛的仙道符文 师声道 这头仙兽并非是真正的仙兽 而是这玉符幻化而出的 奇怪 刚才我也干掉了几头仙兽 为何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若是 若是能够催动这玉符 岂不是可以将那头仙兽重现出来 让他听我调遣 他眼睛不由亮了 若是聚集摆石面这等玉符 带着摆石头这等强大的仙兽 别说八仙王 就算是使前道军转世之体 我也可以通通推倒 狠狠地蹂躏 他试着催动玉符 玉符始终没有动静 江南又换了不空大道试验 玉符还是没有如他预料的那般化作仙兽 兵连道友 这种玉符如何催动 江南只得将玉符送入子府 请教兵连圣母 兵连圣母查看一番 笑道这是道军所练的一枚信物玉符 并非是兽符 你就算拼死输入法力 也不可能让他重新变成仙兽 依我之见 这枚信符多半是进入某处秘境的关键 不是兽符 江南有些失望 将玉符收起 心道 现在那些人应该都差不多已经登上第九虚空 进入原始之地了吧 第1235章七破精英 那七尊转世道军进入原始之地 没过多久清商仙子和松原真仙这才赶至 又过了片刻 玉林子 龙罗普尊 金轩等人赶来 之后便是诸多真仙先王 最后才是八仙王 安清等最为强大的存在 不少人在寻找江南 搜寻他的下落 扬言要将他炼化 吞噬神道道祖的道果 接收不空道人的传承 夺得先天不灭灵光 八仙王何在 可敢与我一战 原始之地中 传来龙罗普尊阵扯云霄的声音 属于八仙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原始之地中 我将淘汰你们这群老鬼仙王 将你们通通斩杀出局 八仙王向前走去 无视他的叫嚣 长生仙王冷冷到 无知之辈 我八仙王无论如何 也是这里最为强大的存在 小区我们 只有死路一条 在这种地方 我八大神祖无敌 诸位道友 就此散开罢 各自寻找成就先军的机缘 咱们下的秘境中再见 紫薇先王点头道 这里只是原始之地的试炼场 考核之地 并非是真正的原始之地 唯有通过试炼考核 才能进入真正的原始之地 获得无上机缘 八仙王对原始之地显然是有所了解 并非一无所知 他们并非是第一次进入原始之地 上一次八仙王也来过这里 收获极大 全清先王向自己门下唯一进入此地的弟子道 幽权 你已经进得我的真传 达到真仙大圆满境界 而且是先天幽权先日诞生的先天神灵 得天独厚 将来的成就不逊于我 我将你血藏这么多年 等待的便是今日 让你的一大放一彩 这次 你独行原始之地 不要弱了我的名头 幽权公申称是 玉皇先王也向自己门下的女弟子道 天宏 先界原始之地开启 本身便是一场机缘之战 战力机缘 两者缺一不可 这一战 为师不能助你 需要你自己去争 去拼 去夺 去战 紫薇 厚土 玄青等先王也各自吩咐门下弟子 他们门下的弟子乃是先天先玉中诞生的生灵 此次他们更是带来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存在 每个人都可谓是精彩绝艳 不逊于玉灵子金轩等人 他们要证明 自己是足以与那些古老的先君相抗衡的人物 自己的弟子 也是可以与先君弟子相抗衡的强者 玉灵子金轩那些人毕竟是晚辈 我们不屑与他们争斗 有资格与我们争锋的 唯有源于安清和八大古神等人 子安 你们一定要记得斩杀这里的先兽 越强的先兽越好 叶放 这些先兽守护着奇异的宝物 即便是先帝公和先尊公也不曾有的宝物 是帝尊与不空道人亲自炼 换留给后人的异宝 有些异宝 可以让你们开辟道工 有些异宝可以让你们修为大境 有些则可以让你们获得至高无上的领悟 领语 有些异常强大的先兽本体是一枚玉符 这等玉符是一件信物 进入真正原始之地的信物 这种玉符多多益善 玉符越多 收获越大 进入真正的原始之地时才会得到最好的宝物 八先王各自离去 后土先王的笑声传来 想要进入真正的原始之地 需要证明你们的实力 子安 他们便交给你们了 不要给我丢脸 你们要记得 八神祖 不弱于人 八神祖的弟子 也不弱于人 玉皇先王哈哈大笑 上次我来时 实力不济 未能夺得属于我的机缘 而今我再临此地 必将夺得机缘 修成先君 元玉先王 安清先王 南瞻先王 东云先王等人也是独自上路 安清 南瞻和东云字不必说 乃是统领西环 南瞻和东云各州的霸主 而元玉先王则是散先中公认的第一人 也是霸主级的人物 实力极端强横 这几尊存在也并非是第一次进入元史之地 元史之地虽然秘密重重 至今无人能够完全探索出来 但是他们也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比其他人占据很大的优势 江南小心翼翼在元史之地中搜寻 在这段时间内 他又遇到几头仙兽 看守的宝物极为惊人 但种类不同 有两件同样是仙道霞光 内藏道工 有的则是一道完整的仙王级仙道 不同于神道也不同于诸多仙王的仙道 而是一种未尝有人开发出的仙道 代表着一种道路 若是炼化这等仙道 便可以成为这种仙道的领头羊 正的仙王也自不在话下 江南只是三言一番 便将这些宝物收藏起来 并不打算自己炼化 而是准备带回去 同仁君二和轩为他们即将上界 还有三缺他们 这些宝物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 他谨慎地行走在山林之间 四下打量 这里实在凶险 单单类似那双头大蛇的恐怖仙兽 他已经遇见了四五头之多 甚至他还见到仙君般恐怖的仙兽 普通的仙兽无法成长到这等程度 这些仙兽应该是地尊或者不空道人所恋 本质上就是一枚玉符 用来看守这里的宝物 等待有缘之人 比如那两朵冰破花的有缘人 便是冰破玄女 其他人来取 是被公办 唯有冰破玄女才能在先天玄器之道上 胜过那双头怪蛇 原始之地果然遍地是宝 这些异常强大的仙兽看守的宝物 比我得到的更胜一筹 估计是正道仙君的机缘 可惜 不是我的机缘 我强行出手只怕会遭到那些仙兽最为猛烈的攻击 江南岸探一生 原始之地遍地都是机缘 他能够强行夺取的都是仙王级的机缘 仙君级的机缘 他还没有这个实力 不过 他收取了太多的宝物 还是不知不觉间放慢了脚步 他能够感觉到后方有强者在接近 而且数量不少 咦 那是 江南突然唯唯一争 看向前方的山顶 只见山顶上仙光冲销 一场璀璨辉煌 在那仙光中生长着一株树木 一树七枝 有果无叶 七根树枝上挂着七颗颜色不同的果实 形如稻果 内蕴仙道 一枚果实如水做成 水晶般剔透 一枚珠果似烈火一朵 火焰月动 一枚黄果形如黄中 一枚白果雪白如银 一枚青果实形如木顶 一枚黑果乌黑如铜玄珠 最后一枚果实则是紫色 形如紫塔 七枚果实各有不同 但都仿佛是稻果一般 难道是真仙机缘 江南看了一眼 虽然这七枚果实和那诸仙树极为奇异 他却并不动心 正欲绕道过去 突然冰连圣母的稻果震动 失声道 七破精英 老天 帝尊和不空道人竟然收集了七破精英 当成机缘摆在这里 这三格老混蛋太奢侈了吧 这等神物 寻常寻道一件都是举世罕有 他们居然一口气拿出七件 七破精英 江南心中围动 急忙停下脚步 道 道友 七破精英是什么东西 冰连圣母道 对于你们仙人来说是真仙机缘 不过对于我们妖族来说 却是练旧道果的最佳神物 江南摇头笑道 道果乃是大道凝聚杰出的果实 靠这等外物练成道果 不可取 就算七破精英再难得 对我来说也是无用 冰连圣母冷笑道 大道凝聚杰出道果 乃是最为寻常的道果 你现在修行尚且感觉不到什么 但是到了先君时期 你便会感觉到自己道果沉重 被因果纠缠 难以突破 因果厉害 会限制你的道果成就 因果纠缠 让你的道果无法自由 无法更进一步 而这七破精英 却是用来清除七破中的因果 让因果无法加深 是真仙凝炼道果的最佳神物 江南心中围动 道果以原神为本 大道缠绕原神 而原神的本质则是神性 神性的本质是神魂 神魂分为三魂七破 因果纠缠 让三魂七破被因果缠绕 无法驱除 因此先君被困在固有的境界上 无法突破 听兵连圣母的意思 这诸仙术上的七破精英 竟然可以用来练成道果 让自己因果不加深 这七破精英虽然是真仙机缘 但影响极深 甚至影响到先君天君的层次 你如今知道他是何等贵重了吧 兵连圣母道 妖族时代 七破精英不是秘密 修炼到真仙级的妖怪妖精们都知道 但是七破精英实在太难寻找到了 即便是我 修成道果时也没能寻到完整的一套七破精英 只寻到其中三件 以至于我被困在天君的境界前促一年之久 才将因果炼去 你如果想在先君境界上没有多少阻拦 单单有七破精英还不够 必须还要将三魂精英弄到手 让三大主魂也没有因果缠绕 不过三魂精英便更加难寻了 而且他叹了口气 道 你已经修成了道果 这七破精英对你来说没用了 因果纠缠三魂七破 将来你有的瘦了 你干什么 江南迈步向山顶的那株仙树走去 笑道 自然是将七破精英弄到手 理得到了也没用 你已经炼成了道果 那就自斩修为 重炼道果 兵连圣母师声道 你疯了 自斩修为 毁灭道果 稍有不慎你便生死盗销 而且就算你不死 你也会跌落到仙人的境界 不是真仙 在这等险恶之地 你这就是在找死 不是跌落到仙人境界 而是黄道极境 江南哈哈大笑 我不是仙人 我是神 兵连圣母难难道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第1236章境战无敌 兵连圣母并不知道 境界界现在江南身上已经渐渐模糊 从前他修炼时便将天宫八重境界练成一众境界 一众天宫 到了神灵八境的后期 他将神灵八境也练成了一个境界 只有一座天庭 一座天庭便囊刮了神灵八境的八座天庭 整合归一 而且更加强大 这是自仙界开辟至今未常有过的事情 但是在江南身上却已经发生 而且 他也没有正道成仙 没有按照寻常的道路修成散仙 然后修成真仙 而是直接修成道果 成就真仙 现在 他要自斩道果重修 在兵连圣母这等史前天君看来 简直是自我作死 不过在他看来 却是在正常不过 江南登上这座灵山 渐渐接近仙树七破果实 并未看到守护仙树七破果实的仙兽 正在纳闷 突然只听一声清脆的鸣叫声传来 只见空中一头大鸟飞来 戏使汹汹向他扑极而下 这头大鸟的实力并不如何高明 因为七破精英毕竟是散仙凝聚道果所需的宝物 必尊和不空道人不可能留下过于强横的生灵 如果过于强横 那么进入此地的散仙根本不可能击败守护仙树的仙兽 取走宝物 必尊和不空道人是留给后人机缘 不是为了击杀他们 不对 这头大鸟的实力怎么在疯狂提升 江南脸色为变 随着这头大鸟飞进 其气势气息在疯狂暴涨 顷刻间变化作真仙级的仙兽 再过一瞬 便赫然提升到仙王级 眨眼功夫这头仙鸟的实力便达到与鸟族人身仙兽近乎同样的层次 几乎堪比仙海龙王 我不是散仙 地尊和不空道人留下的七破精英并不是留给我的机缘 因此这头仙鸟的实力也随之变化 阻挡我取走仙树七破精英 江南心中恍然 想要取走相应的宝物便需要相应的境界修为 这也是地尊和不空道人留给后世人的机缘 但如果是无缘之人则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他已经炼成了道果 与仙树七破果实无缘 因此仙鸟实力暴涨 不让七破果实落入无缘之人之手 扑极的途中 这头仙鸟的实力还在不断提升 气焰汹汹 眨眼间便超越了仙海龙王这等强大的仙王 直逼八仙王这等层次的强者 光 江南头顶浮现出一口破碗 破碗猛地震动 四头牛龙仰头大吼 仙天不灭灵光的威能催动 红中大吕 轰向这头扑下的仙鸟 与此同时 江南错步来到仙树旁 双手抱住这珠仙树 声声一提 他脚下的灵山剧烈晃动 乱石纷飞 几乎被他将这座灵山连根拔起 但那珠仙树却纹丝不动 我不信 不是我的机缘 我便无法收走 我看中的 便是我的机缘 巨灵霸体 江南身躯暴涨 化作巨灵之躯 猛然抬起大脚重重踩下 轰隆 整座灵山被他踩碎 仙树顿时没有了灵山的守护 根须曝露在空气之中 收 江南散去聚灵之躯 将仙树和七破果实 收入子府之中 而在此时 那头仙鸟必开破碗的轰击 实力赫然已经达到八仙王的级别 探爪向破碗抓来 江南当机立断 信念围动 只见破碗化作灵光长河 卷向半空中的那头仙鸟 长河与仙鸟的利爪相碰 只听自拉一声 这头仙鸟的利爪被长河刷去 猝使快半亩方圆的灵片 江南问衡一声 被震得亮枪后退 这头仙鸟的实力还在增强之中 已经远超于他 反震力从灵光长河传递到他的身上 便将他震得有些承受不住 若非他的新原始大罗精大幅度增强肉身 达到仙王级混沌古神的层次 这一级便可以将他的肉身震伤 仙鸟立笑 张口一吐 只见仙光如瀑 从天而降 却在此时 灵光长河化作一把大伞 将瀑布般的仙光挡住 仙鸟斜斜从上空扑极下来 两只爪子探下 抓起灵光与伞的边缘 用力向上提去 将这把大伞掀开 锋立至极的鸟会猛然啄下 向江南的头颅啄去 突然 灵光与伞猛然一变 化作一杆大枪 江南单手持枪 无视仙鸟啄下的鸟会 肉身疯狂暴涨 距灵霸体 他肉身伟岸 全身数百块肌肉 上千条大筋 一起震动 骨骼翁鸣 调动所有力量 猙獰的筋肉如同龙莽大蛇 在皮肤下乱窜 持枪一抖 吃得一声刺入仙鸟的腹部 鸟会啄下 扑斥一声洞穿他的头颅 即便是聚灵之躯也无法挡住 将江南的脑壳啄穿 掀开脑壳 呼 仙鸟张口 口中仙光如瀑 要将他练化成灰 吼 江南张口咆哮 大腔刺入仙鸟腹部 双足猛然发力 疯狂向前冲去 仙鸟喷出的仙光瀑布 顿时轰偏 落在他的身后 将大底掀开 无数山林毁灭 江南大吼 大枪顶着这头仙鸟 脉足冲刺 仙鸟双翼扬起 双翼如刀 吃吃吃向他斩去 刹那尖刀光如雨 将他斩得片体鳞伤 身上血肉翻飞 很快便鲜血淋漓 如同一个血人 江南怒吼 狂暴 依旧发狂斑持枪顶住 大鸟狂奔 轰 仙鸟后被撞在一座仙山之上 这座仙山立刻被狂暴的伟力 撞穿一个大洞 轰轰轰 一人一鸟连续撞穿一座座大山 所过之处 地面留下一个个巨大的脚印 脚印中都是鲜血 那头仙鸟也被撞击的鲜血淋漓 给我死 江南持枪猛然一抖 仙鸟腹部炸开 飞上半空 安鸣不已 江南怒喝 右臂后阳 猛然发力 大腔如电斑机射而出 舵的一声刺入这头大鸟的一只眼睛之中 将这头大鸟高高带起 血光似箭 江南双足取蹲 猛然跃起 下一刻落在这头仙鸟背上 双足用力踩下 通龙 大地突然出现一个大坑 沉烟似起 地面如同波浪般向四下抖动 江南抓住刺入鸟眼中的大腔 用力刺下 仙鸟哀鸣 被他一枪洞穿脑袋 当郎 这头大鸟肉身消散 化作一枚玉符落在地上 江南松开大枪 以屁股坐下 肉身越来越小 渐渐恢复如常 呼呼喘着粗气 他的脑壳被掀飞了一半 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血肉几乎被切碎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骨骼 可谓是惨剩 子府中 冰连圣母早就看得呆了 他早就见过江南暴力的一面 与先王龙王一战 肉身搏杀 那时他便意识到 这个看似柔弱书生的玄天教主 有着其骁勇好斗的一面 而这次战斗比与先王龙王一战 更加暴力 更加血腥 更加野蛮 他虽是天军 见证了一个时代 但是在那漫长的五十六亿年间 他也极少见到过如此野蛮暴力的战斗 摒弃了一切法力神通 只凭肉身作战 再加上江南又是一个文弱书生 更是将这场暴力一战 衬托得更加惊心动魄 过了两久 江南才平复喘息 修复肉身损伤 缓缓起身 低声道 这头仙鸟相当于没有动用法宝的八仙王 我可以击杀 但若是八仙王动用了法宝 那死的人便是我了 看来我比八仙王这等层次的强者 还是要逊色许多 不过 若是肉身近战的情况下 我不会给他们动用法宝的机会 我在仙王之中 近战无敌 任何人都打得死 他并非是夸海口 而是近战搏杀的情况下 他的确有这个实力 以他如今的强大肉身 即便是仙王之中肉身最强的安清仙王 其防御都无法抵抗得住他的攻击 当然 若是拉开了距离 动用了法力和法宝 江南便不敌了 远远不是八仙王这个档次的强者的对手 要知道现在还是他道果受创 修为实力只剩下七成的情况下 若是他的道果完美无缺 发挥出实诚的战力 那还将会更加恐怖 气魄精英已经到手 仙界原始之地中 应该还会有三魂精英 三魂七魄西数没有因果纠缠的话 修成天君便没有任何困难 咦 这面玉符 江南捡起刚才的仙鸟所画的玉符 只见玉符上除了有一格鸟面文之外 还多了两个符文 上书破镜二字 破镜符 什么意思 江南诧异 翻出其他玉符 多是寿面符龙文符之类的普通玉符 上面并没有什么文字 他试着催动玉符 惊讶地发现这面玉符竟然被他催动 玉符中破镜二字大放光芒 仙光霞光飞腾 在他面前组成一片文字光幕 试炼禁区第一个破去机缘禁止之人 打破试炼禁区记录 使此玉符可进入天君之门 光幕散去 江南陷入沉思 心道 看来这些玉符的确大有作用 多半是进入秘境的令符 难道说以前进入原始之地的人 并没有人试着强夺地尊和不空道人留给他人的机缘 我是第一个 天君之门又是什么东西 他将破禁符收起起身四下搜寻 目前为止 他还是最为深入原始之地的人 其他人哪怕是转世的道君 哪怕是混沌古神八仙王 都在他后面 不过江南知道 自己的优势保持不了多久 很快便会有强者赶上他 那时只怕会有一场血战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快将好处捞到手 还是没有找到三魂精英 江南四下游走 又干掉十几头仙兽 终于走到这偏原始之地的尽头 收获也是颇为可观 多出了十几枚玉浴符 也收获了七道仙道霞光 以及其他宝物 原始之地居然会有尽头 看来此地不大 难道说这偏原始之地 不是真正的原始之地 只是一片试炼场 第1237章自展道果 江南不由产生深深的怀疑 因为仙界原始之地实在太小了 尽管有方圆数百万里 但这等地界还不如最小的仙洲大 仙界最小的仙洲 也有几百亿里方圆 而地域广袤的仙洲 如云洲 单单仙灵都有千亿里之遥 至于江南的玄洲 那就更加辽阔无际了 比云洲还要大粗倍之多 而且 目前看到的原始之地 虽然也是宝物进出 每一件宝物都值得先王 甚至先军打破头争抢 但是这里的宝物机缘 总体来说比仙界其他八层虚空 显然小了许多 第八虚空的无数口黑关 第七虚空的两大道弓 第六虚空的蒋道崖和那面圆盘 无论哪一件都要远超仙界原始之地 就连第一虚空中的雷池 第二虚空的秘境 都不比原始之地逊色 而且 原始之地开启 第九虚空调动前方八层虚空 和仙界各州的仙道之力 轰击玄州的原始森林 单纯从这一点来看 便知道原始之地绝对非同小可 不是前面八层虚空所能媲美 所以 他认为原始之地其实是一个试炼场 是用来考核进入此地的人 真正的原始之地另有其地 这些玉符 就是进入真正的原始之地的关键 江南思索片刻 新生道 我若是寻到仙界大道本源 修复道果原神的伤势 必然会突破修成先王 若是那样的话 再次斩道果便得不偿失 损失惨重 因此 只能在此之前 自斩道果 不过 没有寻到三魂精英 始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避免因果 修成先君时还是会有所阻碍 兵连圣母冷笑道 玄天 你有些贪得无厌了 这次你能得到七魄精英 已经是侥幸了 要知道 妖族时代古往今来 进的七魄精英的都没有几人 得到完整的七魄精英和三魂精英的 更是只有两人 这两人便是天荒 无邪两大道君 整整五十六亿年 也仅有这两人而已 你能够得到七魄精英 已经省去你不知多少年岁月了 将来到了先君境界时 你只需要除去三大主魂上的因果就可以修成天君 而缠绕在主魂上的都是大因大果 不像是七魄上的因果 纠缠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因果 最难除去 江南点头 他的确有些得龙望鼠 而且先界原始之地开启的时间应该并不长 若是继续搜寻三魂精英 耽搁太长时间 反而会耽误自己去搜寻仙界大道本源 得不偿失 道果他必须自斩重恋 因为在黄道极境时 他之所以能修成道果 并非是靠自己的积累 而是恋化先公太子都天神地等人的道果 这才让他练就原始道果 这种修成道果的方式 固然让他可以在黄道极境边绕过散先境界 直接修成道果 但是也带来了隐患 那就是道果不稳定 虽然他的根基扎实 隐患极小 但始终是个隐患 若是将来 有大能为之人要坏他的道基 便可以从此着手 让他的道果崩坏 此次重修道果 便可以将隐患除去 再无任何破绽 江南审声道 道友说的是 我现在便自斩道果重修 兵连圣母吓了一跳 惊叫道 你真的准备在这里自斩道果 这里这么多高手 自斩道果你的修为也会下降 掉落到黄道极境 你还剩下几分的修为 一分都不到吧 当心别人将你宰了 江南伸手一指 只见一道剑光飞出 在一座仙山上轻轻一窃 将这座仙山切开 道友放心 我不是那么鲁莽的人 即便我跌落到黄道极境 我的大道尚存 炼成道果也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江南身形一闪 目入这座仙山之中 见光落入眉心 随即双手一合 这座仙山缓缓合拢 恢复如常 仙山之中 他已经开辟出一个小小的洞府 破碗高高悬起 照住四方 以免自己道果破碎时爆发出的恐怖能量将仙山摧毁 惊动外面的强者 道果乃是大到高度凝聚生旧的果实 内运元神 元神内运魂魄 自斩道果稍有不慎便会损伤元神 江南的元神本来便已经受损 若是再次遭到冲击 只怕便会魂飞魄散 教主 你真的是自寻死路 兵连圣母叹息连连 道 道果瓦解 化作汹涌无涛的法力 因为你是这股法力的主人 爆发出的恐怖能量会在一瞬间回到你的体内 充斥肉身 这股能量 会将你炸得尸骨无存 而且 你修炼了沙门时代的诸天无漏道 道果更是高度凝聚 诸天无漏 爆发力更是凶猛无比 我实在不看好你 撑爆我的肉身 江南常常吸了口气 眼中金光四溢 试试看 破碗之中 他的原始道果浮现出来 第66转动 他已经练道道果无漏的境界 想要自斩道果也是艰辛无比 原始正道剑 出鞘 江南低鹤一声 原始正道剑飞出 落入他的掌心之中 江南肃然而立 道果静静地漂浮在他的面前 眉心前方八尺 他双眸紧闭 徐徐调整气息 手中的仙剑轻轻震鸣 剑鸣声渐渐响亮 越来越响 原始正道剑发出的剑鸣声 不是普通的剑鸣 而是道音 道音美妙无比 有如鲜乐 九天之外传来的仙音 过了两久 江南猛然张开眼睛 一剑刺去 吃吃吃 这个小小而简陋的洞府 顿时被一道道细腻无比的剑光充满 剑光脚腾如同一根根银丝 向道果缠绕而去 而那一道道银丝细细看去 银丝之中竟然有着一个 葛绚丽多彩的世界 似乎江南每一剑 每一集都将虚空劈开 开剔出一个完整的世界 开源 开源剑士 江南脚步飞速移动 在小小的洞府之中围绕 道果不断转动不断出剑 开源剑士的金钥之处 在他手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绚烂无比 他的力量控制得恰到好处 金钥无比 剑光刺在道果之上 力量刚刚爆发出一线 便随即收回多余的力量 不至于让剑光伤及自己的道果 他对力量的运用已经达到了极致 无人能够超越 这便是他肉身无比强大的好处 在这股细腻如同春风细雨的攻势下 他的无漏道果渐渐出现一丝破漏 构建道果的大道开始渐渐分离 每一丝大道分离 便立刻化作狂暴至极的法力 呼啸涌入他的肉身 涌来的法力是如此庞大磅膊 冲入他的体内时几乎相当于江南 自己发出一招法力大神通轰击自己 江南问好 嘴角一血 他自己的神通是何等威力 道果破碎一丝便相当于 他施展神通对自己轰击一次 而道果不断分裂分解 轰击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即便他的肉身相当于 先王级的混沌骨神 但也承受不住 剑光越来越快 道果分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狂暴的法力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将江南的肉身撑得隆起 不断的隆起 他一块块肌肉变得又骨又长 狂暴的法力在皮肤下奔行 很快便将他的肉身撑得大了四五倍 同时法力不断轰击 顷刻间便将他轰击的不断吐血 道果与众不同 即使大道的结晶也是法力的凝结体 复制了道果主人所有信息 而道果分解爆发出的能量也是狂大无比 在这样下去 江南势必会被法力称暴 巨灵霸体 江南咆哮 肉身膨胀 巨灵霸体使出 顿时让他的肉身强度直追先军 将涌来的法力悉数承受 不断地填充到肉身之中 迫使肉身更加强大 越来越强 肉身伤势也在顷刻间复原 法力继续喷涌而来 狂暴无比的法力冲入他的体内 渐渐地 江南感觉到巨灵霸体也隐隐有些承受不起的趋势 来不及转化那股恐怖的法力 自斩道果 凶险无比 现在他终于有了深刻的认知 这还是他的肉身无比强横 又在施展巨灵肉身的情况下 若是换作其他任何一尊真仙仙王 只怕立刻便会被失控的法力称得爆开 道果还在分解 法力不断涌来 将他的距离之躯也撑得高高隆起 突然 只听吃的一声 江南的手臂裂开一道血缝 鲜血吃吃射出 随即被失控的法力震爆震碎 化作血红色的雾气 吃吃吃 他全身皮肤几乎在同一时间裂开 眨眼间变成血人 血雾笼罩这座小小的洞府 吃控的法力在震碎他的所有皮肤的同时 也在震荡他的肌肉 大筋 骨骼 五脏六腑 甚至连江南的子府空间也被震得不断瓦解 要将他的一切通通震碎 让他不复存在 破碗失去了他的法力控制 顿时跌落下来 无法再守护这座洞府 洞府顿时被他的法力波动震得不断扶苏 这座仙山甚至也有被震得化作鸡粉的趋势 他的子府空间中 兵连圣母精叫连连 道果跳来跳去 躲避崩塌的空间 尖叫道 我早就告诉你了不要自斩道果 你偏偏不听 现在要死了吧 你死了 我还要去找一个能够帮我寻到心肉身的家伙 你让我到哪里去寻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 其他家伙如果知道我是史前天君道果 肯定要试着将我炼化 或者试图将我肿出史前圣药 唯有你没有对我动歪心思 江南突然咳嗽一声 心声道 道友 安静一些 兵连圣母继续尖叫道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答应我的肉身怎么办 你还要为我护道 江南声音低沉 无奈道 道友 淡定 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兵连圣母呆了呆 回过神来 急忙飞出他的子府 只见江南浑身是血站在那里 被称得比平常高大了十倍不止 他的道果 已然消失不见 只剩下受伤的元神静静地飘浮在那里 以现在的境界 兵连圣母压下心头的震动 连忙道 江南唯唯一笑 满脸是血 黄道极静 还剩下积成实力 江南自查一下 自嘲道 这次真的只剩下两三成的实力了 不过 很快我的修为实力便会回来 而且比从前更强 第1238章神道道果 还剩下两三成的实力 真是变态 并连圣母迪孤一句 江南这话道并非是夸张 他虽然自斩道果 将自己的修为打落到黄道极静 但是肉身却没有丝毫削弱 还是处于巅峰状态 单纯论肉身的打击能力 他还是相当于先王级别的混沌古神 当然 他的修为境界已经落到黄道极静 而且元神没有了道果的保护 变得极为脆弱 在战斗时极易被人破坏元神 这是最大的危险 普通的真仙无法打破他的元神 但是换作其他强横人物 如玉玲子 金轩 龙罗普尊等人 便足以能将他的元神轻易毁灭 气魄精英 出来 江南心念为动 那株仙树从他眉心子府中飞出 仙树上的气魄果实轻轻震动 他的元始元神飞来 形如苏小版的江南 坐落在苍茫浩瀚的元始之气中 元始之气涌动 化作种种异象 有时化作星河 有时化作大罗天 有时化作一片宇宙 他的元神也自散发出苍茫无际的气息 给人一种古老 本出 亘古不变的感觉 仿佛一切知识一切之源 极为震撼 仙树落在他的元神头顶 霞光万道 锐彩条条 沐浴在元神身上 将他的元神衬托得无比神圣 教主 你的元神真是无比强大 并连圣母细细打亮江南的元神 道果中传来震惊的声音 师生道 古仆直追本源 回归大道之本 真是一等一的元神 我在妖魔咒三个时代中 见过数不清的强者 道君也见过几位 能够将元神修炼到超越你这种程度的人 唯有两人 这两人 便是帝和尊 江南差一道 道友见过帝尊 自然见过 他们在开辟仙界之后 道果飞出 巡视无人禁区 他们二人的道果恐怖无比 其中元神强大的不可思议 有吞吐天地鸿蒙之威 震动无人禁区中那些古老的老怪物 丁连圣母回忆其往事 声音中带着恐惧 低声道 他们二人的道果很是奇异 元神更是奇异 其中先帝的元神乃是一株我从未见过的神术 神术撑起一片宇宙乾坤 每一片树叶上都突起一个世界 而先尊的元神则是鸿蒙苍茫 混沌无忌 坐着一株骨益盎然的清廉 上方突起宇宙乾坤 这么强大的元神 我从未见过 古往今来 未尝有人能够将元神炼到这一步 江南不由动容 从兵连圣母的话中 他仿佛真的看到先帝和先尊道果巡视无人禁区的情形 两尊伟岸存在的道果一出 所有禁区中的老怪物都震惊震撼 无人胆敢露头 这是何等的威风霸气 他们两人的元神太强大了 你的元神还是比不上他们 兵连圣母道 帝和尊不是这片时空中的生灵 而是外乡人 据说他们来自一个名叫巫的宇宙 元神天生强大 无人能比 你还有成长空间 但你也不可能比得上他们 帝和尊景平元神 便可以将仙界撑开 镇压无人禁区 是异类中的异类 变态中的变态 江南点头 他的原始元神已经修炼到极致 普天之下 纵蓝古今 再难寻到能够与他的元神媲美的人 即便是混沌古神的混沌元神 聚灵神族的聚灵元神 魔族的天魔元神 也无法与他的原始元神媲美 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 以原始大道运养的元神 无比强大 孝傲古今 但是元神撑开仙界镇压无人禁区 别说江南的元神办不到 就算让史上的那些道军复活 他们也做不到这一步 乌的宇宙 元神真的可以成长到这种程度 令人无法想象 江南定了定神 立刻开始炼化七破精英 只见七破果实中丝丝缕缕的七色彩气 渐渐向他的元神流去 七破精英可以让七破不沾因果 缠绕在七破上的因果最为厉害 而且都是一些琐碎的因果 比如玄兜仙君被镇压五千四百万年之久 其中让他遭结的因果之一 便是玄黄老祖 玄兜仙君早年还是散仙时开辟洪荒大世界 未能一进全宫 鲜血落在玄黄圣山之上 诞生玄黄老祖 开辟洪荒大世界是因 玄黄老祖镇压他五千四百万年之久是果 直到那场浩劫落幕 玄兜仙君这才彻底摆脱这场因果 与玄黄老祖化解了恩怨 跳了出去 到了先君这个境界 因果厉害不仅限制了先君能否成为天君 而且蒙蔽心神 蒙蔽道果 让先君也无法察觉厉害 带来了陨落之鱼 可见其中的凶险之处 七破精英便是让七破不染因果 摆脱了七破因果厉害 到了先君这个境界 好处之大无法想象 随着七破精英渐渐流入原神之中 江南渐渐感觉到他的原神越来越清零 仿佛缠绕在原神之上一些看不见的丝线 在缓缓解开 让他感觉到心灵上的轻松 七破精英 真是好东西 可惜 没有寻到三魂精英 否则便可以彻底地摆脱因果 厉害无法加深 过了两久 七破精英悉数炼入他的原神 那种清零轻松的感觉更加清晰 不过江南也感觉到三大主魂隐隐传来沉重的感觉 这是因为三魂之上有大因果缠身没有除去 江南当机立断 体内法力喷涌 化作原始大道融入原神 酝酿道果 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去试着正道成仙 依旧是打算跳脱成仙 直接修成道果 而且如今无论三界还是仙界都没有可以跳出的天道 他此生此世世再无可能成仙 他还是神 即便修成道果也是神 我修成道果 与真仙一个境界 那么我应该是真仙还是真神 江南心中突然生出一种空空荒荒的大寂寞 这世间的神 已经只剩下他一人了 举世皆仙 再无一人是自己的同道 即便他自斩道果重修道果 也还是一尊神 也还是孤独一人在神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一直以来 他都当自己是一尊真仙 欺骗自己能够与其他仙人一样走在仙道的道路上 不再形单影之 而现在他重练道果 却发现自己始终还是一个人 在前方的道路上 没有同伴 只剩下他一个人 孤零零地走在神道的道路上 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若是自称真仙 那世间便再也无神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 逼声道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继续在神的道路上走下去吧 修成神道的道果 修成原始真神道果 修成原始神王道果 他的原神 他的大道在渐渐凝结道果 不知不觉见道果的虚影浮现 原始之气守护原神 他此次重练道果 抛弃了用仙道的架构来凝聚道果 而是运用上自己的所有知识和大道的理解 重新建构道果 将仙道 鸿蒙 咒道 使前神道 聚灵大道 妖族大道 极叶大道 柔和一体 化作原始大道 以使前沙门的诸天无露道来练旧 从前他是三颜先公太子等人的道果 才练成自己的道果 依旧是仙道的范畴 没有跳脱出去 而现在 他却是将自己的所学柔和一体 化作真正自己的道果 真正的神道道果 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是一条寂寞的道路 只有他一人在这条路上前行 无人陪伴 并连圣母的道果中突然传出一个悠悠的声音 逼声道 寂寞的神 江南身躯为阵 原始道果的虚影中 他的原神双眸有泪水划过脸颊 呼呼呼 一道道仙光闪过 纷纷降落 落地化作一尊尊强大的真仙 屹立在原始之地一座座山头之上 赫然是龙罗普尊 玄清仙王门下的幽权道人 玉皇仙王门下的天红仙子三人 他们三人屹立在三座山头之上 成三角之势 中央夹着一座仙山 三人屹立 一山列列 一言不发 又有一尊尊强大的真仙仙王纷纷飞来 落在不远处 多达十八尊真仙 十二尊仙王 一尊仙王呵呵笑道 难得 难得龙罗普尊挑战八仙王 而八仙王的弟子幽权道人 和天红仙子却挑战龙罗普尊 先天神灵与混沌龙祖一战 这倒是难得一见的盛世 不知道谁能够胜出 到底是龙罗横扫一切真仙 还是天红仙子幽权道人 击败他这个神话 真是期待啊 另一尊白发苍苍的老仙王笑道 话说回来 真仙中有无敌之姿的 应该是玄天教主 其人以真仙境界横扫一切 连仙王之中的强大存在都不是他的对手 相比来说 龙罗普尊虽然挑战了诸多仙王 没有败机 但比玄天教主的战机来说 还是要逊色一些 可惜的是玄天教主被安清仙王废了 如今实力只剩下两三成 到了原始之地便躲了起来 旁边一尊真心冷笑道 玄天教主向我师尊安清仙王挑战 罪该万死 我师尊没有取他性命已经开恩于他了 这次原始之地之行 他若是不躲起来 必死无疑 天翁 你们不要说风凉话 你们难道不想杀玄天夺宝 那尊白发苍苍的老仙王名叫天翁 呵呵笑道 灵和道友说笑了 玄天教主身怀重宝 谁不想博宝 突然 龙罗普遵复首而立 声音震荡 响彻云霄 天红仙子 幽权道人 你们两人也敢向我挑战 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们固然是先天先欲诞生的先天神灵 但与我的血统相比 你们就是卑微的虫子 他冷笑道 神道就神祖 我都要杀 先杀玄天 再杀八仙王 可惜玄天躲了起来 不敢露面 今日只好先杀你们了 幽权道人面色古井无波 气势越来越强 淡然道 普尊 不要拿玄天那种废柴 与我师尊相比 玄天已经废了 连最普通的真仙也不如 天红仙子气势也在疯狂提升 面带浅浅的笑容 声音悦耳动听 娇笑道 随便跳出来 一人都可以急杀玄天 拿玄天来逞凶 算什么本事 龙罗普尊感受到两人的气势 不由脸色为变 这两人的气势之强 已经达到真仙所能达到的巅峰 几乎比他毫不逊色 其他围观的诸多先王 真仙脸色也不由变了 龙罗普尊乃是龙罗菩提先君之子 九父圣明 战力惊人 战机震动当时 由此惊人的气势倒也罢了 但那天红仙子和幽权道人乃是极极无名之辈 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气势 他们的气势竟然比他们这些老一辈先王还要强 天翁仙王面色凝重 低声道 八仙王不愧是神祖 彼韵实在太恐怖了 这两个弟子便不逊于先君培养的弟子 龙罗普尊天红仙子和幽权道人三人的气势相互冲撞 震得虚空抖动不休 突然只听轰得一声俱响 只见三座仙山中央的那座仙山突然崩溃坍塌 化作鸡粉 碎了一地 三人不由一争 其他诸多先王真心也不由惊呆了 仅凭气势便将原始之地的仙山震塌 震成鸡粉 恐怕只有先君才能办到吧 天翁仙王产生道 难道他们的实力已经堪比先君了 龙罗普尊微微皱眉 冷冷道 这座仙山早已被人震碎 不是我们三人的功劳 谁藏在仙山之中 给我出来 烟尘弥漫 过了片刻烟尘散去 江南无辜地站在倒塌的仙山之上 全天教主 龙罗普尊眼中金光大放 紧紧落在江南身上 待看到他的道果 龙罗普尊不由一争 放声大笑道 玄天 你的道果怎么变成虚影了 你的气息 哈哈哈哈 你没有了任何仙道气息 难道说你已经跌落到黄道极境了 黄道极境 哈哈哈哈 黄道极境的小鬼 居然敢跑到原始之地 其他诸多真仙 仙王也是恶然 纷纷感应江南的气息 果然从江南身上感觉不到任何仙道 而是黄道极境的气息 安清仙王的弟子林和道人猛然踏前一步 冷笑道 被我师尊重创 能够活到现在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跌落到黄道极境只能说他运气好罢了 全天教主 我师尊没有杀你 不过并不代表我会放过你 你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将先天不灭灵光交出来吧 第1239章现在是杀人时间 诸多真仙 仙王的眼睛一个葛亮了 如今的江南实力大损 竟然跌落到黄道极境 可见他的确如传说中的那样 伤势极重 甚至比传说的环要重 若非如此 也不可能让一尊即将正的 仙王的真仙道果自动瓦解 甚至从仙人的境界打落 重新变成一尊神 神对于凡人来说神通广大 不可思议 但对于仙人来说实在太弱了 而现在就有这样一尊神 身怀先天不灭灵光 拥有曾经真仙第一的名头 而且身怀不空道人 这等能够与地和尊相媲美的存在的传承 甚至他还是一周之主 玄州的统治者 掌控先天元水先玉 仙玉中有着千余计的先天元水神灵 名声 宝物 传承 领地 无论哪一样都足以让任何一尊先王真仙为之发狂 为之不惜铤而走险 更何况 这些宝贝人竟然通通掌握在一尊神的手中 神对他们这等存在来说 简直是如同蝼蚁般的存在 即便是黄道极静的神 也是稍微大一号的蝼蚁罢了 而在天红仙子 幽权道人和龙罗普尊三人中间 江南立刻感受到诸多杀意一发涌来 杀意滔天 向他席卷 能够进入仙界原始之地的真仙 都不是普通人物 乃是真仙之中的霸主 尤其是天红 幽权和龙罗普尊这三人的气势最强 杀意最浓 而其他人 哪怕是古老的仙王也要比他们三人稍稍逊色 不过除了仙王之外的人中 也有高手 比如安清仙王的弟子林和道人 便是一尊极为强大的人物 不逊于那些九父圣名的仙王 安清仙王是足以与八仙王媲美的存在 他的弟子虽然不是天红幽权这等先天神灵 但也是经过一场场选拔考验 挑选出的绝世奇才 诸位道友 江南咳嗽一声 脸色更加无辜 笑道 我在此闭关 倒不是故意要惊扰龙罗天红和幽权几位道友的争斗 既然如此 我便不打搅各位了 告辞且慢 一尊尊强大伟岸的身影一口同声道 诸多仙王真仙几乎一起站出来 要挡住江南的去路 江南眉头青阳 似乎有所疑惑 突然他剧烈咳嗽 抬手捂住嘴 过了片刻咳嗽才渐渐停止 诸位友和四叫 江南捂住嘴的那只手悄悄挪开 放在身后 诸多仙仙仙王立刻看到这位年轻的教主 手指头有鲜血流下 全天教主 你不必再装枪做事了 一尊真仙哈哈大笑 一气风发 笑道 如今的你 的确是一个废人 活不了多久了 既然如此 何不将你的宝物交出来 免得这些宝贝人随着你一起埋葬 天红仙子翘脸冷漠 居高临下看着江南 如同在看一只唯不足道的蝼蚁 淡然道 玄天 我是尊玉黄仙王 不想再看到你 你还想离开吗 江南脸色惨淡 突然哈哈大笑道 天红仙子 我是神道道祖 与你是尊玉黄其名的存在 你也是神道起家 难道要灭祖不成 天红仙子因为飘动 似乎要遇风而去 飘然出尘 声音悦耳动听 淡漠高远 神道叛徒 人人的耳诛之 玄天 你是要自尽而死 还是要本宫出手送你上路 他的语气如同不是在说处死一尊神祖 而是处死一只蝼蚁 优越 超然 天红仙王目光闪动 呵呵地笑道 真是令人心动啊 连我也忍不住动了贪念 道心咬异 不过 这倒是一次值得一试的机会 不远处 法周先王也是眼中金光暴闪 微笑道 可惜的是 他的道果废了 只剩下虚影 否则神道教主的道果 道是无上的圣耀 能够与史前圣耀媲美 这一次 想要得到先天不灭灵光 只怕要与这些小辈们相争了 雪丹女先王轻笑道 这些小辈自是才情高绝 对我们这些老一辈被加嘲讽 以为我们已经老了 却不知我们若非是精彩绝艳 如何能够正得先王 这一次 说不得我也要痛下杀手了 呵呵呵 江南突然低笑起来 笑声越来越响亮 震撤云霄 大笑道 真当我这个神道教主是吃素的不成 今日 我为你们立下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便是 他顿了顿 森然道 滚 或者死 众人呆了呆 突然有人哈哈大笑 其他真仙仙王也不由大笑 有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即便是冷艳高贵如天红仙子 此刻也不禁翘脸上挂着笑意 江南也露出笑容 笑着看着他们 道 我醋三生 三生之后 不离开的都要死在这里 一 他竖起一根手指头 无人动弹 冷笑着看着他 如同在看一个笑话 二 江南面色古井无波 竖起第二根手指 继续道 滚 或者死 灵和道人放声大笑 悍然出手 向江南攻去 冷笑道 玄天 你闹够了吧 一个黄道极尽的神 居然敢在仙人面前急急歪歪 现在还是让我先送你上路 轰 他身后浮现出长河虚影 不断涌动 大浪澎湃激荡 将仙道伟力不断叠加 汹涌向江南扑去 这次出手 他甚至连法宝都不屑于动用 而是凭借纯粹的法力神通要将江南这尊神祖直接当场轰杀 彰显了他的强大实力和自信 龙罗普尊眼中金光一闪 气势陡然提升到巅峰状态 随时准备出手 只待江南一死 他便会施展灵力无匹的攻击 横扫在场所有人 夺得江南的宝物 天红仙子 幽权道人也自全力待发 最强的神通已然在酝酿 而法州仙王 天翁仙王 雪丹女仙王等古老存在也在暗暗准备 准备最强的一击 击杀其他人 夺得先天不灭灵光等一宝 灵河道人的攻击铺天盖地 滔天大水汹涌澎湃 以天青之势之微轻压到江南身前 而在此时 江南竖起第三根手指 三 三字刚刚吐出 突然漫天的大水陡然消失 烟消云散 只听咔嚓咔嚓的雷音传来 虚空声雷 一道道仙雷被一股佩然大力从虚空中挤出 滚滚的仙雷涌动 如同醋以万计的金龙金蟒在半空乱窜 而在这片雷海之后 则是一只大手 江南的手 他一掌抹平凌河道人的法力神通 大手遮天 一把抓下 将凌河道人罩住 全天 你还有些本事 值得我动用八分的力量 凌河道人眼睛一亮 紧盯着这只落下的大手 猛然仰头长笑 接着被江南一把捏住脖子 没能笑出声来 凌河道人脸色长红 眉心之中一口鲜炉飞出 他正欲掀开炉盖 只见江南捏着他的脖子用力一抖 凌河道人全身上下传来骨骼抱碎的脆响 醒客间所有的骨头都被江南抖碎 江南再次一抖 凌河道人周身噼里啪啦作响 突然化作一道长长的凌河 赫然是被江南打成原形 刚才劈里啪啦的暴响 便是他寄托在凌河中的盗果被江南生生抖碎 而这道凌河 赫然便是凌河道人的原形 他本身便是一道凌河孕育而生的生灵 被安清先王选为弟子 传授大道 修行至今 如今 江南捏着他的脖子抖了两抖 便将他法力悉数震碎 道谷也被直接斗杀 天翁先王法周先王与诸多真先先王本欲出手 抢夺江南的宝物 却没有想到死的根本不是江南 反而是凌河道人 一个照面不道 凌河道人便被江南斗死 斗死了安清先王的弟子 一个堪比先王的年轻强者 让对方根本没有反手之力 这是何等强大的肉身 何等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龙罗普尊这尊混沌龙祖 也不认为自己的肉身拥有如此宏伟的力量和威能 能够将临河道人斗死 这个家伙的肉身 简直是最强的人形法宝 不比安清先王逊色 龙罗普尊的眼睛顿时亮了 盯着江南 安清先王的弟子 果然都是一脉相承 江道果迹拖在体内 江南又轻轻抖了抖 临河道人子府中的宝物悉数飞出 竟然有两道仙道霞光 还有一枚赤红色的果实 还有两件宝物 五枚玉符 应该是他在仙界原始之地中的收获 还算不错 又得了一些宝贝人 诸位道有 刚才我要走 你们拦住我 要杀我夺宝 我让你们走 你们一个都不走 那么 我只好让规矩应验了 他抬起头来 看向四周 轻轻舒展身躯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轻声道 现在是 吼 江南无法乱舞 猛然张口大吼 他的胸腔之中仿佛藏着一口大鼓 一口大钟 口中道音震动 恐怖的声浪四下冲出 顿时向所有人冲击而去 砰砰砰 一尊尊修为实力稍弱一筹的针线炸开 直接被他吼碎肉身 震散一身法力 化作血雾 碎骨咄咄乱射 吼 阴浪冲击群山 原始之地的一座座仙山剧烈抖动 山林被摧毁 一根根参天巨树被连根拔起 随即在半空中被吼声震碎 仙玉开 一尊尊真仙仙王急忙怒喝 周身仙光缭绕 仙道飞翼 围绕肉身开辟出一重重仙玉 护住周身 不过那恐怖的音浪冲击而来 请客间便听得啵啵啵的爆响不绝 将一众众仙玉破开 轰击在他们身上 一尊尊真仙道飞而去 甚至连天翁仙王 雪丹仙王等人也被冲击的面孔皮肤叠成一层又一层 连连后退 江南一拳轰去 哈哈大笑道 现在是杀人时间 第1240章痛快 天翁仙王心中凛然 只见江南这一拳赫然是向自己轰来 拳头尚未置 便见万雷攒动 被他一拳从虚空中将仙雷挤出 噼里啪啦雷光乱窜 惊人至极 没有任何法力涌动的迹象 只有强大无边的力量 仅凭力量 攻击力便远超仙王的神通 这是何等强大的肉身 全天 不要小瞧我 天翁仙王怒吼 张口一吐 只见一口仙骨飞出 大骨蒙着龙皮 这龙皮终飞溢出与仙道不同的法则大道 赫然是史前的巨龙死后留下的龙皮 天翁仙王手中多出两把大骨锤 身躯一摇 顿时瘦若干瘪的肉身冲气般膨胀起来 一块块筋肉猙獰 身躯节节拔高 化作一尊白发苍苍的巨人 双手持锤 狠狠像仙骨锤下 哈哈大笑道 我也是天纵之才 也是突破神道智固正的先王的人物 不是浪的虚名 他的这口仙骨 蒙皮的自无人躯 而两把大骨锤也是的自无人躯 是无人躯中陨落的史前存在留下皮骨 被他炼至城堡 唯能惊人 此刻大骨响起 咚咚作响 向江南轰去 重重的阴波阴浪轰击在江南这一拳之上 将无数道仙雷炸开 咚 江南一拳轰在这口大骨之上 这件先王之宝顿时四分五裂 天翁先王心中一惊 长笑一声 挥舞两把大骨锤上下翻飞 狠狠杂来 江南身形以奇怪的韵律舞动 闪身兼躲过两把大骨锤的攻击 翻手一印盖在天翁先王头颅之上 这尊老先王脑袋被打入腹枪之中 江南大手压下 将他生生压成一张肉指 随即肉指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的攻击轰来 一道道神通法宝通通落在江南身上 通通通 这些神通法宝的威能是何等恐怖 一瞬间便将他淹没 只见光和影乱飞 各种意向带着恐怖的威能爆发 随即传来轰轰轰的巨响 一道道神通落在江南身上 被震得四分五裂 真仙之宝先王之宝被震得倒飞而回 这么强的肉身 诸多真仙先王急忙收回各自的法宝 师生叫道 江南转身 抓起灵河道人师身所化的灵河 向四下扫去 一尊尊真仙被扫飞在半空 雪丹女仙王娇齿一声 只见一枚雪亮的仙丹飞上半空 一道道金芒如剑射落 江灵河定在半空 江南屈指一弹 灵河道人死后遗留的那口仙炉顿时开启 这口仙炉乃是安清仙王赐给灵河道人的法宝 灵河道人被江南擒拿时试图开启仙炉 海未来的急动手便被江南斗死 此刻江南一道指风弹开仙炉 只见炉中传来一声报名 无数道金灿灿的剑气腾空 刹时间所有的法宝叮铃铃作响 纷纷失控 再难保护这些真仙仙王 嗤嗤嗤 疯狂的金色剑气四面八方击射 刹时间便将此地淹没 这口仙炉因为没有了主人 仙炉中安清仙王所练的仙天剑气射出 无差别攻击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剑气之下 一声声惨叫传来 剑光中除了天红仙子 幽泉道人和龙罗普尊这三尊真仙之外 其他真仙竟然死得精光 一个不留 而雪丹 法周等仙王也在同一时间遭到重创 被一道道剑光洞穿肉身 仙天剑气中 原始之地的一座座仙山在剑气中崩塌 削平 斩成鸡粉 安清仙王所练的仙天剑气 威力大的不可思议 竟显这尊当时最强的仙王无敌英姿 不过此刻这些剑气却被江南放出 将所有人都纳入攻击范围之内 剑光也在向江南展来 只听铮铮铮的爆响不绝 这些剑光刺入他的皮肤随即便被弹开 江南在剑光中穿行 如入无人之境 起身来到雪丹女仙王身前 竖其手刀劈落 雪丹女仙王惊呼 急忙化作一道飞鸿远盾 刚刚飞起到半空 江南的手刀劈下 斩断仙光飞鸿 鲜血飞剑 这尊女仙王被拦腰斩杀 失落尘埃之中 随即被剑光斩碎 全天受死 法周仙王驾驭一艘巨大的仙道楼船冲来 仙道楼船上 法周仙王屹立在船头 手持大枪 威风凛凛 大枪如同大莽在他手中上下翻飞 将一道道仙天剑气挑飞 向江南轰然撞去 这尊仙王修为极为强横 竟然压制住仙天剑气对法宝的控制 依旧拥有巅峰战力 江南携身冲撞 迎着仙道楼船冲了过去 轰隆 一声巨响传来 仙道楼船撞在江南身上 咔嚓咔嚓的爆响不断传来 船头船尾被挤压在一起 变成一张巨大的铁柄 法周仙王飞身而起 一枪刺下 与此同时 江南身后 天红仙子和幽泉道人与其他九尊仙王齐齐攻来 围攻江南 十几道身影在仙天剑气中上下翻飞纵月 神通法宝不断轰出 江南处在众人的围攻之中 窥然而立 举手投足之间 各种肉身神通迸发 每一朝每一世都将他肉身的强大强悍之处 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且在这仙天惊奇的汪洋大海中 他行动自如 而其他仙王 哪怕是玉皇的弟子天红仙子和玄卿的弟子幽泉道人 也不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所有实力 还需要不断抵抗仙天剑气的功法 呼 江南一腿扫去 抽在一尊仙王的脸上 那尊仙王整个脑袋被他抽下来 随即被仙天剑气切碎 江南双手食指飞跃 叮叮叮弹动 将一尊尊仙王真仙的攻击悉数挡下 张口大吼 将令一尊仙王震的吐血 在仙天惊奇中 他如同苏醒的猛虎 横扫一切 没有对手 连斩仙王 即便是天红仙子和幽泉道人也被他震的连连吐血 顷刻间 便又有五尊仙王被斩 被仙天惊气切碎 其他仙王不由胆寒 立刻抽身后退 天红仙子也转身而去 脸上的优雅从容不翼而非 尖叫道 你根本没有受伤 仅剩下两成的实力的话 你没有这个战力 若是江南只剩下两成的实力 的确不可能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 连斩诸多仙王 崔枯拉朽般横扫他们这些年轻高手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江南自斩道果之后的确只剩下两成战力 不过他如今已然练出道果虚影 战力已经恢复到三成的地步 仙炉中的仙天剑气射镜 漫天剑气消失 天红仙子和幽泉道人等人飞速后退 拉开与江南的距离 却没有退走 江南哈哈大笑 威风凛凛 屹立在原地 没有追击 幽泉道人突然顿下脚步 而天红仙子与法周先王等人也各自停下脚步 冷冷地看着江南 幽泉道人紧紧盯着江南的面孔 突然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心声道 玄天 刚才与我们动手 你没有动用任何法力 看来天红仙子刚才还是说错了 你受伤了 伤势几重 已经消磨掉你的法力 你刚才杀人 只是凭借肉身 法周先王喘了口粗气 煮着大枪而立 冷冷道 不错 自始自终他都没有动用过任何法力 因为他的伤势太重了 可惜他的肉身又太强了 所以才让我们误以为他依旧有实诚战力的假象 天红仙子又自恢复优越从容 浅笑道 玄天 你刚才拼命爆发出自己最后的潜能 是想要将我们下退麻 可惜 你打错了算盘 能够修炼到我们这个境界 都不是蠢人 刚开始或许会被你蒙蔽 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你只是外强中干 江南面带微笑 心声道 你们何不适事 咳咳咳 他突然剧烈咳嗽 压制不住的咳嗽 扑地一声吐了口鲜血 气息也在不断衰弱衰弱之中 天红仙子眼睛更加亮了 脉动脚步轻轻向江南走来 心笑道 果然如此呢 安清仙王所练的先天剑气已经如此恐怖 几乎将我们尽数葬送在剑气之中 你与安清仙王正面抗衡了两招 已经是伤入膏肓 必死无疑 他距离江南越来越近 微笑道 你的确厉害 居然能将伤势镇压到现在 不过你原神本原受损 到果不存 刚才与我们动手 则让你伤势爆发 再难压制得住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江南压制住咳嗽 猛然抱起 哈哈大笑道 就算你没有猜错 也要死在这里 因为我说过 这就是我的规矩 杀 天红仙子面色为尘 锦绣翻飞 法州仙王 幽权道人等人立刻鼓荡 法宝催动神通 向江南杀去 江南咆哮 肉身力量越来越强 抬手一拳轰在法州仙王的大枪之上 法州仙王双臂被震断 大枪舵的一声穿透 他的胸膛 将他钉在地上 江南一脚踩下 将法州仙王踩得粉碎 突然剧烈咳嗽 口中鲜血不断涌出 脚步也变得亮腔起来 他没有力气了 天红仙子欣喜到 攻势更加猛烈 江南摇摇晃晃 似乎在困兽游斗 殊死挣扎 口中鲜血不要命地向外吐 突然抓起一尊仙王 一掌削掉他的脑袋 还能杀人 天红仙子冷笑 口吐一枚仙猪轰在江南背上 江南吐血 被打得向前飞去 对面的一尊仙王大喜 全力催动自己的法宝 狠狠轰在他的胸口 江南更加不堪 肉身防御似乎也在跌落 被轰得胸口血肉模糊 轰 他似乎在鼓当最后的力量 轰出最后一拳 将那尊仙王轰杀在半空之中 随即跌倒在地 天红仙子迈步走来 仙仙玉手高高举起 笑盈盈道 神道道祖 如今还不是要死在本宫手中 他一掌拍落 向江南头顶拍去 其他三尊幸存的仙王 急忙从鞋刺里冲来 打算趁着江南死亡的一瞬间 夺走江南的宝物 呵呵 江南抬头 惨淡的脸上露出笑容 距离霸体 轰隆 他的肉身一瞬间变得无比高大伟岸 顶天立地 一拳将天红仙子轰碎 手掌如魔如轮 向下一扇 将一尊冲来的仙王扇的肉身爆开 随即一脚踏出 将令一尊仙王生生才死 最后一尊仙王急忙飞顿而去 只听一声大吼传来 这尊仙王人在半空殿被震的肉身炸开 化作一片血雾 幽权 只剩下你了 江南转头向幽权道人看来 幽权道人大惊 化作一道幽权破空而去 冷冷道 玄天 你没有法力 能够奈我何 谁告诉你我没有法力 江南头顶破碗出现 忙得一声龙吟 破碗震动 毁灭一切的威能冲荡而出 将已经逃顿出数千里外的幽权道人阵的粉身碎骨 破碗散开 化作一道先天不灭灵光 缠绕在江南伟岸的肉身之上 痛快 痛快 大开杀戒 不用理会因果厉害的感觉 就是爽快啊 江南哈哈大笑 做仙人 束手束脚 还是做一尊神做一尊魔 杀人不染因果 没有条条框框束缚 来得更加痛快 龙罗普尊 你说是不是 他豁然转身 看向一直没有动手的龙罗普尊 我们下期待会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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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